本日的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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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的討論 本日的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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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來的問題 本日的討論 本日的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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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宣布了 你是不是說要諮詢 大家的意見嗎 諮詢大家的意見 那就不要審 我就把它拿掉 因為今天時間顯然是不夠 很清楚時間 我排什麼時候 你要尊重我 好主席 我程序上我發言一下 消防法跟障礙防救法 這兩個因為裡面有一些連動的條文 特別是這一次涉及在救災人員的扶序 所以本席認為應該要一併審查 如果單單只有通過消防法 而災防法沒有修正的時候 那這樣只有處理到一消人員的扶序 我們其他救難人員 受政府徵調的救難人員 他因公傷亡 他的扶序 就會產生法律權益上面的不平等 所以本席還是認為應該一併審查 至於質詢時間 這個我尊重主席 謝謝 來 幫忙委員會 我們如果大家對災防法今天要審查 我們就按照今天的議程來處理 那我們等一下會宣布 我們怎麼樣來進行 因為今天的案子非常的多 我還是很希望而且很期待 說我們整個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能夠實務上對所有災防跟消防有幫助 那林舒芬委員的發言時間我一定會尊重 每一位委員的發言時間我通通都會尊重 所以等一下我在宣讀的過程當中 你放120個心我絕對不會跟你跳過 那我們現在 發言時間我 你等一下你讓我 等一下我會處理 等一下我會處理 就算你不在 你能不能讓我把你這樣子 我們的時間就 我們一天可以開會的時間真的很不多 那可以再開啊 可以啊可以再開啊 我們要開到下午五點啊 開到下午五點開到晚上十二點也同意啊 那你可以允許我第二輪發言嗎 你用這種方式大家互相尊重可以嗎 不是啊哪有人一個災防法三分鐘的 災防法我們還會再排時間 我們今天是幾乎是把47條抽出來討論 其他的條文我們還會再 你的版本裡面就有其他的修正動議要放進去啊 好我現在好像不應該回答你的問題了 我先把今天的議審先進行 那我們現在先進行消防法跟災防法 等一下我會有一個順序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順序 那因為有幾個提案委員 不是我們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我們讓消防法跟災防法的提案委員先做說明 好那現在第一個就災消防法的提案委員 請吳坤毅委員提案說明 吳坤毅委員 吳坤毅委員不在 我們請江啟臣委員提案說明 好謝謝主席啊 首先我還是要感謝黃昭偉啊 能夠讓我們的消防法第30條的修正案啊 能夠避難審查 那同時呢也感謝政烈啊 災防法的修正草案啊 那本次兩個法律的修正案都是針對 預消救難人員他的傷亡 撫恤的給付 那其他委員當然也對此也有提出相關的修正案 另外也有其他委員提案 針對危險物品的存放登記等等的管理措施的強化啊 目的都是為了提升民眾的公共安全 同時避免消防救難人員在救災時身陷險境 那險境其實照顧我們的救難英雄 這個是不分黨派也沒有顏色的啊 那現在我針對我兩個提案啊來做簡要的說明 現行的消防法是民國84年7月公佈實施 其中第30條規定受徵調邪情人員因公傷亡的撫恤給付 只有在無法依本職勤領各項給付之後 才能夠另行來領取國家給予的撫恤 而89年6月制定的災防法第47條也是援引比照 那當時的立法理由是為了避免重複領取國家的給付 因此呢 因公傷亡者應先依本職領取自身的工 勞 漁服等保險 如有不足 政府再來補這些差額 涵蓋的範圍包括軍工 教勞等各行各業 易消或者救難人員只要領有國家的撫慰 撫恤或者保險給付 就必須先給他扣除 也就是例如依照現行規定 因公傷亡者可領取319萬元 如果原有的保險或者相關的給付總額超過319萬 國家就可以一毛都不給 造成因公傷亡的給付是 左手給 右手收 看得到 領不到的怪現象 那英勇救難而因公傷亡的下場 就是一毛都領不到 這個應該是沒有人可以接受 所以接受國家徵調 參與救難者 國家應該富有照顧的義務 不能因為他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差別 不論是公務人員 非公務人員 本身亡故所領取的撫恤金或其遺图 因此所領取的撫恤金或相關的給付 這都是國家為了照顧亡故者的遺图 維持其一定的生活水準 使其生活不自陷入困頓 這個跟參與救災 救難 因公傷亡 國家所提供的撫恤金性質上根本不同 不能相提並論 而且因公傷亡所給予的撫恤金 有表彰其冒險犯難 犧牲奉獻精神的意涵 更不能等同四肢 內政部已經在11月7號做出未來因公傷亡各項給付 不需再扣除保險給付的函事 並通知全國地方政府的消防局 顯見 內政部也同意這一個修法的方向 但函事隨時可以更改 因此呢 仍然應該以法律來明定為夷 所以希望本案能夠在本會期通過 還也還我們這些救難英雄一個公道 不要讓他的家屬除了承受上輕之痛 還要跟政府來打官司 來深討這一些撫恤金 以上是提案的檢要說明 也再次感謝趙偉能夠讓我們相關的提案 能夠今天跟其他案來併案審查 謝謝 好 謝謝江委員 接下來我們在災害黃救法部分 請許俗華委員提案說明 許俗華委員 許俗華委員不在 請蕭美請委員 江委員 妳後面還有一個案 妳一併說明完了 好 謝謝主席 今天針對災害防救法 也能夠納入我們今天的整個修法的內容當中 那麼同時也感謝主席允許我們先 先做這個提案的說明的機會 那本席主要是針對災害防救法 第47條的條文修正草案 來做修法 那台灣因為我們的地理位置多處地震帶 同時又很容易發生颱風暴雨等天災 那美日天災發生呢 造成停電 道路崩塌 中斷等情形 也都非常的嚴重 而且政府宣布停班停課的時候呢 部分公共事業像鐵路公路 公用氣體與油線管料 書 電 線路等公共設施 防救人員為了公共利益 不得不加班出勤 在非常危險的環境當中 進行災害防救工作 那為了保障及慰勞 這類人員在危險的環境中 為守護公共安全的服務之辛勞 本席提出應該要增列主管機關 需額外給付災害防救出勤津貼的規定 所以在第47條當中 有提出修正的內容 那以上說明是否有當 請公爵 謝謝 謝謝我們蕭美琴委員的提案 那跟委員會報告 因為今天的案子非常的多 那昨天晚上 等一下我們再 我把順序都講完 大家會叫著會比較好 那昨天晚上因為陸委會的主委 特別跟我打了一個電話 因為他們對最近有一些 就是包括邊境的那些等等的問題 所以他們希望我們今天先審查 陸委會的預算 那我把今天的審查順序 先跟大家做報告 就是我們先審查陸委會的預算 然後再來我們就 再來審查內政部的 包括這邊有 內政部營建署跟相關單位的預算 那這邊都結束了以後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消防法跟災防法 那消防法跟災防法的報告 就那個時候部長在做報告 好不好 那因為今天的案子真的非常的多 我要請各位委員原諒 本來我們委員會在 就是我們就這個災防法跟消防法 要做這個打醒的時間 一般來講是本委員會的委員是 8加2或者6加2 那昨天委員會特別 徵詢了我的意見 我說我們能不能救 我們今天希望能夠 配合消防法跟災防法 能夠通過的這個部分來做 比較集中的一些質詢 所以當時我就跟委員會說 我們能不能今天在這個時間 徵詢我們各位委員 我們給3分鐘的時間 集中火力 讓這個法案能夠順利通過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在這個部分 能夠在這個會期能夠刪讀 那至於林淑芬委員 他可能對其他災防法 還會有意見的部分 我想我會再安排時間 而且 就排除第47條以外 我們再來做 我們所有的災防法的一些報告 各位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就這樣子處理 那我們現在就 那還沒有輪到的單位 我覺得你們可以去休息 或者是到其他的會議室去 那我們就等我們會議這邊來通知大家 或者是我們找一個會議室讓他們休息 那我們現在就先 繼續進行那個陸委會的協商 請問 那個主委 你在旁邊做做文 我們把那個蕭花花那個弄好 做完文我就馬上幫你處理 那先我們先 可不可以在這裡卡時間 要把蕭花花跟蕭花花先來處理你的 我不會 我絕對不會跟你 我愛說 我公為勝利的人 你放心 讓他去把文章做好 我們把蕭花花跟栽花花 先把蕭花花處理好 內政部 今天怎麼這麼多 他不是寫好了嗎 他不是寫好了嗎 他就寫好了 這樣還不好 各位 不過也不可以先讀 跟永條文 也不可以 他已經快寫好了 你寫好了嗎 你要多久 他很會寫的 那教授 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教授很頭痛 教授 這個再給你做 就跟你們講 我們來找你們在想 就跟你們講 那這樣子好不好 你繼續 我讓他們先讀內政部的東西 內政部的東西 好 那陸委會的要不要先宣讀 陸委會不用先讀嗎 不用先讀了 這個結束就結束了 結束等一下再念 等他弄好 我跟你講 他先讀要20分鐘 所以我讓他們先先讀 好不好 先先先讀 好不好 這樣比較快 好嗎 來 來 回來 來 那個陸委會主委 你就繼續坐穩 那我們先 一面進行 一面處理 那繼續審查 討論事項 第三案 108年度 中央政府總益 算案內政部 營建署 及所屬 建築研究所部分 請先讀 預算書跟委員的提案 請先讀 108年度內政部 收入預算 法管及賠償收入 一百三十萬六千元 第一幕 罰金罰款及代金 無列訴 第二幕賠償收入 一百三十萬六千元 規費收入 四千四百一三萬三千元 第一幕 行政規費收入 一千八百九九萬六千元 第二幕 使用規費收入 兩千五百一三萬七千元 財產收入 一百四十萬五千元 第一幕 財產支席 一百三十萬五千元 第二幕財產售價 無列訴 第三幕 費接物資售價 十萬元 其他收入 八千一百七萬四千元 雜項收入 八千一百七萬四千元 稅出預算 內政部 兩百四十二億 三千九百零九萬四千元 第一幕 一般行政 十四億兩千三百三十六萬 第二幕 民政業務 八一四千三百七九萬八千元 第三幕 戶政業務 三億九千一百零六萬七千元 第四幕 地政業務 三億六千一百零六萬六千元 第五幕 土地測量 四億七千五百六萬兩千元 第六幕 土地開發 一千零三萬 第七幕 內政資訊業務 兩億三千四百四十萬一千元 第八幕 一般建築及設備 五列數 第九幕 第一預備金 兩千八百六十萬三千元 第十幕 社會保險業務 兩百零十一 兩百零十一 兩千五百七七萬五千元 第十一幕 社會行政業務 四千五百三十七萬兩千元 銀件屬及所屬收入預算 罰款及賠償收入 兩千八百四十六萬三千元 第一幕 罰金罰款及貸金 六百二十萬元 第二幕 賠償收入 兩千兩百二十六萬三千元 規費收入 一億三千兩百三十六萬七千元 第一幕 行政規費收入 六千九百零九萬六千元 第二幕 使用規費收入 六千三百七萬一千元 財產收入 八千七百萬三千元 第一幕 財產支席 八千六百六十七萬兩千元 稅出預算 銀件屬及所屬 兩百四十九億八千四百三十六萬六千元 第一幕 公園規劃 一億九千六百三十六萬五千元 第二幕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十六億七百四十一萬四千元 第三幕 非營業特種基金 一億兩百五十一萬九千元 第四幕 一般行政 十六億一千七百七十二萬九千元 第五幕營建業務 二十二億四千零七十八萬元 第六幕 區域及都市規劃業務 一億三千七百四十七萬元 第七幕 一般建築及設備 一百九十萬 第八幕 第一預備金 三百零一萬七千元 第九幕 高路建設及養護 六十億四百四十萬一千元 第十幕下水道管理業務 一百三十億七千兩百七十六萬一千元 建築研究所稅入預算 法管及賠償收入 無列訴 規劃收入 兩千六百四十三萬兩千元 第一幕行政規費收入 八十六萬元 第二幕使用規費收入 兩千五百五十七萬兩千元 財產收入十三萬五千元 第一幕財產值息十三萬五千元 第二幕費用污資 售價無列訴 其他收入十四萬三千元 第一幕著將收入十四萬三千元 稅數預算 建築研究所 六億七千三百六十八萬四千元 第一幕一般行政 九千兩百六十七萬兩千元 第二幕建築研究業務 五億八千 零八十三萬兩千元 第三幕第一預備金十八萬元 內政部單位預算委員提案 第一案 委員陳一傑等提案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六千九百八十三萬七千元 凍結百分之十 第二幕 洪中益原本已等提案 綜合規劃業務專案計畫 原力四百一十五萬六千元 凍結五分之一 第三案及第四案 委員黃昭順、洪中益等提案 民政業務 原理有八億四千三百七十九萬八千元 分別 檢列一億元 凍結五分之一 及檢列五五十萬元 凍結一百萬元 第五案 委員政天才等提案 地方制度以自治督導 原理一百二十四萬四千元 凍結五分之一 第六案 委員陳一傑等提案 公民參政 原理一百零七萬三千元 凍結百二十 第七案 洪中益等提案 政黨政治 原理有五億三千六百九十萬兩千元 減列五十萬元 凍結一百萬元 第八案及第九案 委員黃昭順 委員民主婚等提案 宗教事務推動以發展 原理有八百八十七萬五千元 分別凍結一百萬元 第十案及第十案 委員蔣結安 劉勢方等提案 冰障管理 原理一億八千二百零六萬兩千元 分別凍結一百萬 凍結二百萬 及凍結三百萬元 委員陳一傑等提案 冰障管理 有關原住民及花東地區 冰障設施改善計畫 原理一億七千九百萬元 凍結百四五 第十三案 委員陳一傑等提案 協助民間各界辦理 國家重大慶典 原理三千七百五十萬元 減結五百萬元 第十四案及第十五案 委員劉勢方 吳清明等提案 有關會議政資訊作為及管理 原理一億四千九百四萬四千元 分別凍結二百萬元 及凍結百分之十 第十六案及第十七案 委員張宏路 紅莊域等提案 有關護益證 綠色便民及資安強化計畫 原理兩億三千七百二十三萬一千元 分別凍結二百萬元 及凍結五十萬元 凍結一百萬元 第十八案 委員黃昭順等提案 有關地政業務 原理三億六千一百零六萬六千元 減結一億元凍結一 第十九案 第十九案 委員黃昭順林祖文等提案 有關地籍及不動產服務業管理 原理九千五百九十八萬五千元 分別凍結一千萬元 凍結一分之一 及凍結三百萬元 第十一案至第六十二案 二十六案 委員趙正宇 蔣潔安 劉士芳 吳其名 政天才張宏路等提案 有關地籍 不動產服務業管理 有地籍清理第二期實施計畫 原理兩千四百九十萬一千元 分別凍結一千萬元 凍結二分之一 凍結一百萬元凍結二百萬元 凍結一百萬元 一千萬元 凍結十 百分之十 凍結二百萬元 及凍結一百萬元 第二七案 委員林祖文等提案 平均地權及土地利用 原理七百九千元 凍結一百萬元 第二十八案 及第二九案 委員趙正宇 獎金案等提案 有關平均地權及土地利用 原理兩百四十九萬元 分別檢驗一百萬元 凍結一百萬元 凍結二分之一 及檢驗五十萬元 凍結五十萬元 第三十案 委員林祖清明等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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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檢測100萬元 檢測1000萬元 凍結十分之一 及凍結百分之十 委員照政府等提案 有關地體重測後續計劃 第二期計劃之第一年度 原力2億2121萬5千元 檢測1000萬元 凍結十分之一 第35案 委員黃昌室等提案 有關土地開發 原力103萬元 檢測100萬元 凍結六分之一 第36案 委員照王錄等提案 有關內政資訊約務 原力2億3440萬元 檢測100萬元 第37案 至第40案 委員照政府 蔣吉安 劉士方 吳清明等提案 有關內政多元 憑證創新計劃 原力4368千元 分別 檢測1000萬元 凍結二分之一 檢測100萬元 凍結200萬元 凍結1000萬元 及凍結百分之十 第41案 委員黃昌室等提案 有關社會保險業務 原力2101 2577萬5千元 檢測1億元 凍結十分之一 第42案 委員劉士方 等提案 有關農民保險 委員會 原力204億 2453萬3千元 凍結1000萬元 第43案 照正 第43案 至第45案 委員照正 以 陳吉一捷 吳清明等提案 有關健全人民 團體 組織及推行 改善社會風紀 原力3750萬元 分別 檢測1000萬元 凍結二分之一 凍結1000萬元 及凍結百分之十 第46案 至第56案 委員蔣吉安 等提案 提議之主決議 請參與 贏建署及所屬 當月預算 委員提案 第一案 委員黃昭順 等提案 有關公園規要 業務 原來 1億9千636萬5千元 凍結2000萬元 第二案 黃昭順等提案 社會上 國家自然公園 資源調查 及經營管理 計畫 原來 8764萬2000元 凍結十分之一 第三案 委員黃昭順 等提案 有關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原來 161741萬4千元 檢測1000萬元 凍結十分之一 第四五案 及第五案 委員黃昭順 獎金安 等提案 肯定 國大公園 經營管理 原來 2億4711萬3千元 分別 檢測2000萬元 凍結十分之一 及 檢測200萬元 凍結1000萬元 第六案 委員 劉斯邦 等提案 有關 肯定 國大公園 經營管理 之計畫 原來 1億2千6萬6千元 凍結500萬元 第七案 委員黃昭順 等提案 有關 玉山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及 塔塔家 遊客中心 試聽 及展示式 更新工程 分別 原來 1億2661萬2千元 及 2892萬4千元 分別 減月 1000萬元 凍結十分之一 及減月 二分之一 情侶 均勵凍結 第八案 及第九案 委員 黃昭順 蔣薑 等提案 陽明山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原來 2億4千 241萬 減月 2千萬元 分別 減月 2千萬元 凍結 1分之一 及減月 2百萬元 凍結 1千萬元 第十 及第十一案 委員 劉士方 張宏路 等提案 陽明山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計畫 原來 1億501萬8千元 分別 凍結 500萬元 及 200萬元 第十案 原張宏路 等提案 有關 陽明山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之委託辦理 中長城計畫 經費 原來 430萬元 凍結 100萬元 委員 張宏路 等提案 有關 土地 購置 計畫 原來 2千萬元 凍結 200萬元 委員 張宏路 等提案 有關 營建工程 計畫 原來 7500萬元 凍結 100萬元 第十 案 黃昭順 等提案 太魯閣 國大公園 經營管理 原來 兩億八百 85萬4千元 減六 兩千萬元 第十 案 黃昭順 等提案 學霸 國大公園 經營管理 原來 一億六千六百 四十萬五千元 減 減 一千六百萬元 第十 案 黃昭順 等提案 海南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原來 一億九千一百 一十一萬六千元 減 一千九百萬元 第十 八案 委員 劉氏方 林靜宇 等提案 有關一般行政 原來 十六 一千七百 七十萬 九千元 凍結 一千萬元 第十九案 及第二十案 委員 張宏 錄定 除分 等提案 有關 營建 業務 原來 二十二億 四千 零七十八萬元 分別 檢列 一百萬元 凍結 五百萬元 及凍結 五千萬元 委員 獎集 安寮 事分 等提案 辦理 國土 海岸 地區 及土資 場 等計劃 之 原理 審議 規劃 規要管理 原來 兩千六百 二十六萬 五千元 分別 檢列 一百萬元 凍結 一千萬元 及凍結 兩百萬元 委員 洪中 油美女 等提案 有關 都市計劃 法規 原理 案件 審議 及都市 開發 建設 原列 一百 六八萬 五千元 凍結 五十萬元 委員 張宏 錄 政天宅 等提案 有關 住宅計劃 住宅政策 之推動 及建築 開發 經營業 輔導 管理 原列 二十一 三千 零六 四萬 九千元 分別 凍結 一千萬元 及凍結 一百萬元 委員 零四分 等提案 有關 數位 建築 創新 應用 服務 建制 計劃 原列 兩千 三百 四萬元 凍結 十分之一 第二七案 及第二八案 委員 零四分 留宿 方 等提案 執行 維護 公共安全 方案 及公益 大廈 社區 管理 原列 三百 八萬 四千元 分別 凍結 一百萬元 及 凍結 五十萬元 第二九案 委員 張宏 等提案 有關 區域 及都市 規劃 業務 原列 一億 三千 七百 四十七 萬元 檢驗 一百萬元 凍結 五百萬元 第三次案 及第三次案 委員 黃昭順 零四分 等提案 國家重要 知識 勢力 富裕 原列 九千 兩百 三十八萬 六千元 分別 檢驗 一千 萬元 凍結 十分之一 及 凍結 五百萬元 第三十二 第三十二案 委員 張宏 等提案 大陸建設及 養護 原列 六十一 四百 四十萬 一千元 凍結 五百萬元 第三三 至 第三十五 案 委員 將 捷安 劉四方 洪中 一等 提案 有關 生活圈 道路 交通 系統 建設計畫 市區 道路 原列 六十一 元 分別 檢驗 五百萬 凍結 一千 萬元 檢驗 一百萬 凍結 一千萬元 及 檢驗 計畫 原列 一百 三十一 二千 六百 六千 兩百 八十萬元 分別 檢驗 五十 萬 五百 萬元 凍結 一千 萬元 檢驗 檢驗 兩百 八十 萬元 凍結 六千 萬元 檢驗 五十 萬元 凍結 一百 萬元 第四十 案 委員 張宏 路 等 提案 有關 污水下水道 建設計畫 之 獎 補助費 原列 一百 十八 一 一千 零 建築研究所 單位預算之 委員 提案 第一案 劉四方 林靜 等 提案 有關 建築研究業務 原列 五一 八千 零 八十三萬 兩千 元 凍結 一千 萬元 第二案 張宏 第三案 建築研究業務 委員 張宏 路 等 提案 原列 五一 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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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萬 兩千 元 分別 凍結 五百 萬 兩百 萬元 第四案 洪中 議員 等 提案 環境控制 之 智慧 立建築 社區推動 方案 原列 四億 四千 萬元 凍結 五十萬元 主決議 第五案 至第七案 為主決議 由 洪中 議員 等 提案 之 主決議 請參議 宣讀完畢 先讀完畢 先讀完畢 等下再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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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也還沒來 現在把那個消防法拿出來吧 來機器沒有那個消防法 那個 你不要囉嗦可以嗎 尊重我可不可以 一定要 請問這個 來現在請內政部長報告 這個災害防救法的報告 跟 請勞動部 薛市長報告 請內政部報告 阿詹衛 跟各位委員 跟各位女士 稱稱 大家好 那麼我想 首先有關災害防治法 檢要向 我們來做一個 說明跟報告 首先要感謝各位委員 在第九屆第四會期的時候 針對災害防救法 我們簡稱災防法 來建議 增列火山災害 以及 懸浮 微粒物質的災害 也感謝委員 在第九屆第五會期 就災害防救 及全民防救教育 持續關注相關的法案 那這一次 我們對 災防法委員們 相關的修法提案 那簡單說明 那有關 許淑華委員 以及江啟臣委員 蕭美琴委員 等相關的提案 我們淨表支持 那但是對部分的內容 我們建議要著作 相關文字的修正 我們說明如下 那這次委員的提案 那有關 提案內容 僅建議文字修正的第一部分是有關 許淑華委員等十六人 跟江啟臣委員等二十人 提案第四十七條修正 幾副 及輔序 合法的規定部分 對於江委員提案 強化對執行災害 救治人員的保障 減少本職身份認定之一律 我們淨表支持 那另有關 消委員美琴等二十一人的提案 針對政府宣布停班 停課後 仍然需要出勤 執行災害防救人員 建議增定發給災害 防救出勤 津貼相關規定的部分 那這個利益相當的良善 所以參考消防法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參加 益勇消防編主人員 扶勤期間 發給津貼的規定 那我們建議 是不是能夠修正為 執行本法災害防救事項的人 得比照國民兵 應召集扶勤 應發解津貼 以及如智傷病等等 那下面是一樣 那也就是幾個文字的修正 那另外 我們再次感謝委員的提案 建議 那針對本案其他索尼 研究災防法修正草案 那本部也正在邀請專家學者 以及中央跟地方機關 召開兩次的言商會議 那現行除了少數條文 人有疑義 需要再次協商以外 大概大部分都已經獲得共識 我們也會 盡速的依照法制作業程序 那經由我們的部務會議 跟行政院院會通過後 盡速送大院來審議 那另外有關 消防法新增修法提案 那我們在這裡向委員提出說明如下 有關管委員B0等三人所提 第20條之一 21條之一及43條之一的修正條文 那消防人員在救災現場 若有危險之餘 應該以救災人員安全為救災行動的原則 消防指揮人員要求管理人提供 廠區化學物品相關的資訊 並指派專人現場來協助救災 跟違反第21條規定相關的罰則 還有吳委員21人所提第21條之一 跟43條之一的修正條文 還有蔣委員結案等18人所提 第21條之一 以及第43條之一修正條文 以及蔣委員等20人所提 第30條修正條文 領有退休金或散養金的軍公教人員 執行救災或救難職務 因而患病傷亡者 不得廷發及退休縫 遺族的撫恤金或沾養 或散養金等等 那這一部分我們是支持的 向委員先做個報告 那另外有關建議 暫時不與納列的委員提案部分 那詳細理由我們請參佐 不過在這裡簡單來說明就是因為 有關關委員 畢林等三人所提跟蔣委員結案18人 所提第27條的修正 為了調查重大傷亡災害發生的原因 來組成公共安全事故調查委員會 製作事故的原因調查報告 那最主要是我們認為說 消防署已經有訂定有內政部消防署 火災指揮跟救災安全諮詢小組的設定要點 那這一部分有關 消防人員 命題因為搶救災害 自發生傷亡事故原因的調查機制 所以建議說暫時不與納列 那有關委員 昆育等21人所提的27條之一 跟27條之二的修正條文 為調查 鑑定消防人員傷亡原因的派員 進入相關場所這一部分 那由於災害搶救調查跟火災原因的調查 這兩個範疇有一點點不同 那本部消防署也有訂定相關的 內政部消防署火場指揮跟救災安全諮詢小組設定要點 所以我們也建議說是不是能夠不與納列 那有關委員們所提的消防法的這些新的修正的 我們簡單做說明如上 那我們希望說各項消防之路能夠發揮功能 來服務國家社會發展的需要 這是以上的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謝謝敬請支持 來主席主席 權力問題我請教一下好不好 我們現在到底剛剛不是要審預算 現在怎麼又不要 我們現在到底是要怎麼走 我會不會先了解一下 因為剛才有一個提案 那個陸委會的主委還在做文字的修正 所以我利用時間一方面把內政部的所有的提案全部都練完 因為如果沒有練完待會也沒辦法處理 一方面也把災防法的部分的報告也全部都利用這個時間來做報告 報告完了以後我們整個的協商我們才能夠進行 主席我也是提權益問題 因為你今天早上宣告的時候 是先按照次序陸委會內政部先把這個預算都處理好 然後才我的權益問題讓我發言完 那我會尊重主席 就是今天早上講的部分是陸委會內政部等等這些的預算都先處理好了 然後才處理包括消防法跟災救法 那但是剛剛我們最後在休息前 你有特別提到說休息五分鐘 讓陸委會把最後一個主決議的部分看要不要做修正文字 那因為我們還在修正文字當中就突然 就是我們的內政文會的這些 我們的同仁就開始念 然後請內政部長上台報告 那這方面並不符合我們權宜上面要求你變更了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突然來了一堆 然後有些內政部的同仁來跟我們解釋 有些凍結案什麼的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對我們在審預算也好審法案 其實這個方案其實不是太好 也沒有宣告 那當然我知道主席就是說希望時間上能夠有效率 但是在場的委員也都不知道的狀況之下 我就看到我們內政部長 那去上面就開始去看他去看他去看他去補過去 我們都來不及要找什麼樣子的文件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要回復原來的議程會比較好 我很簡單的說明 因為每一個人對每一個案子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堅持 你們要把我們的文整個的文全部都改掉 我們也不會同意 陸委會的主委已經在那邊花了蠻多的時間 所以議事處我就問了一下議事處 我們念內政部的這個案子要花多少時間 因為我預估如果今天時間實在是在案子還沒有辦法完成 可能都要開到晚上12點也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只是把握時間把案子全部都念完 因為這個程序不走完 等一下你還是沒有辦法做 那如果光是我們我一直在下面休息 我就會對大家不公平 所以我就利用時間把他念完了 那如果大家還有意見 那個剛剛要念的要把它取消 我都沒有意見休息 主席你不能夠一下子審預算一下子審法案 到底在審預算還是在審法案啊 不是啦怎麼叫不要審你為什麼這麼的任性呢 為什麼這麼任性 你根本說要先審預算我們就先審預算 然後你現在又突然在審預算在念完提案的時候 就說好我們現在改審法案 也沒有審啊他只是說報告 不是你到底是要不要這樣子互亂排 審預算的議程他還要差兩個法案 他明知道這個時間不夠 他還硬說這個法案非過不可 我們大家都支持這個法案非過不可啊 但不是這一種方式這麼粗糙的 只能質詢三分鐘 質詢多久說他等一下才要宣布 說先審預算要審完審審到一半說他又突然要審法案了 亂無章法嘛太隨性太任性了 亂搞的主席還沒看過這種 在立法院待了這麼久還這樣子亂搞的 所有的人所有公務人員今天上百個在這裡要等的審預算 他自己宣告要先審預算再審法案的 如果這個法案這麼急 他上個禮拜為什麼不排呢 為什麼上個禮拜都下午兩三點一兩點就散會了呢 審預算 本來預算的程序就是要念啊 當了立委當了一二十年他怎麼會不知道 本來就要念啊 當然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又急著說要念這麼久 在哪裡抱怨念這麼久 那你上上禮拜就要開始審法案啊 他預算要早一點審啊 每個下午都不要偷懶啊 他自己不排預算不審預算 擱置到現在又要敢預算又要敢法案 這種招委 沒看過委員會審完審預算當中來突然停我們來審法案 就這種招委嗎 而且什麼時候審預算什麼時候審法案是隨他高興的 萬來 大家都要配合 大家都還要配合他的節奏 好像只有這裡耶 我們別的委員會還有提案你要審法案你要質詢耶 他這樣子人家怎麼去配合我們 我們怎麼去調整我們的時間啊 主席這麼大大到隨性隨到這種程度啊 他也沒宣到啊 他也沒宣到啊 我只知道莫名其妙徐部長就上台報告了 不是也應該是要審預算 而不是先報告 以及報告災訪法再消訪法啊 沒有啦 我們現在也是要審預算啊 我們準備要審預算 他說先預算啊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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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在審預算當中怎麼變成又審法案 我也 我也 知道 沒有啦 那個沒有節省時間耶 那個暖氣發照 我們 慧華委員會要去質詢他去審法案耶 我們還有一個耶 我們還有一個教文的耶 那個是我們內政跟教文 對啊 對啊 原住民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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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的教育法 你現在是要審安法耶 今天還會懷疑有一個審安法 所以你現在是要審安法 所以你現在是要審安法要等還是要怎樣 他全跑去啦 阿通 他自己變更逸程啊 不爽他跑掉了 他去休息了 他去休息啊 他才休息啊 休息多久不知道 自己跑去休息 跑去不曉得休息多久 沒宣告耶 他就開心要走 離開幾分鐘就離開幾分鐘 大家都要配合他的節奏 變更逸程 隨他高興 那人家提出質疑 他不開心就跑了 不開心走了 什麼時候要回來 不知道 都要他開心啦 要配合他的 什麼時候回來啊 我們要去審安法 要去審安法 要去質詢安法耶 我還有經濟委員會的耶 我怎麼都要當 那他等一下我們去質詢的時候 他突然跑回來 他是什麼時候才 他他開心 他不開心要到什麼時候 他休息幾分鐘才能夠 讓他的不開心變開心啊 他現在要幹嘛 他現在要幹嘛 他在 那那個主決議 那個主決議 他去修改政治 也不是他寫的啊 不是 他不是小秘書寫的 他不開心啊 要折磨你喔 就留下你們這個部會 其他可以繼續審嘛 折磨你的話啊 那也可以擱置啊 有爭議就先擱置 就是先審內政部也可以啊 不高興的話就表決啊 有爭議就擱置啊 折磨他也可以啊 其他人先回去啊 先折磨他一個啊 這些官員在這邊浪費時間啊 而且 不開心就走了 站了那麼久 不開心就可以走喔 你去看每一個上班的員工 勞工可以這樣不開心就走喔 老闆可以不開心就走喔 全台灣只有他不開心就走 大家都要配合他在這裡演出 你們昨天是不是說的晚年都有傳錯 別讓王太后不開心啦 想辦法讓他開心的回來好了 看怎麼樣可以讓他開心 趕快回來 我們自己寫錯 跟蔡寧忠道歉一下 就路跟王太太 好 現在是原來的 跟蔡寧忠道歉 我們是一個改善的 因此 我會習慣了 想不只會 像吧 我們自己在吃 我們昨天啊 我們會不會 怎麼會 我會選擇 我以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我们继续开会 那我们现在那个劳动部报告完了吗 那请劳动部做报告 主席程序问题 主席程序问题 我们还没有讲完就对了 不是 现在是要省预算还是要审法案 是要省预算还是审法案这样子你就又要休息 是什么意思 不是啦 你到底是在省预算的程序 还是在审法案的程序 这样问一下 你就又要跑掉了 你的意思是说要省到半夜吗 没关系我们可以陪你省到半夜 省到明天再省到礼拜六 这个是什么意思 问他省法案还是省预算 就这样子又跑掉了 不是啦 你劳动部报告之后 我们就又变成在审法案 不是我们在省预算当中啊 他剩下最后一个要解决掉以后 他们要回去 这下一个啊 你要折磨他可以来省预算 我就教你 你要折磨他就是说那一个最后再处理 你现在什么其他不会啊 你真的要折磨他是这样子 不是折磨我们啊 这在浪费全国人比的这个纳税钱吗 叫大家耗在这里 什么意思 没有那时候都叫省到半夜啊 他等一下会又停止烤的啊 会 他就是会这样子 不开心需要有人去安防他 用安防卡电话啊 警otive 坐接上 他祖勤 但是 他不是 那 cup 你 你 那 这 他剛打一上台就要宣告繼續了,他報告報告 現在就確定要省預算、省法案 要跟八人大叫才來得動 這是主決議嗎? 沒有啦,他裡面有太收入了 他就找出認得很高 他就是要背過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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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他為了要突襲,然後一下法案,一下預算 到底是要去過銷王法,還是要突襲這個預算的決議? 有決議嗎?法律效果 有Credit,他有新聞效果 自己想去做證明書 那就要我明顯 basis 然後完全行修正 不是,先問我們 如果他不審預算,我向他去看 不是,現在是在審預算 因為現在這樣... 如果他不審預算,我要去看另外一點 所以他們會盡量盡快 大概都要坐完就休息 那陸委會呢? 陸委會的部分呢? 他要宣佈休息 他要休息才行 那今天下午就沒了 那今天下午就沒了 要不然還是要擺爛空間 我也不宣佈陸委會部分 我就上去請然後先報告 要休息好不好 報告資產法案 那預算呢? 因為我要來處理 我處理是程序和預算而已 我沒要跟你說他的意義形態 我印象說 你不要平衡一致 對啊 不是啊那是他平擺在這 就是讓我反而我就帶一下 我說新郎的復活 你要帶? 對 然後你要宣告誰 然後我就說要一點復會 好不好 那一點復會 但那現在唯一個是說 本來是說 陸委會就執起那一種 就要站高 可是如果說 您覺得說 要保留一點在協調空間 我等一下會上處理會講 你都不要講 我也不講 好吧 我也都不講 好吧 但是你一點 那你一點之後是要審法案來審預算 不是 不是 惠凡委員會要開始審法案 因為他說 你的預算這個一定會在審 你的預算 他的預算 那他的預算以外的其他預算呢 因為我們要按時間 你要審法案 要審訓 因為一個人只有三分鐘 他如果跑不回來 他等下二點你要趕我宣告 沒有啦 然後 凡校一頂再問他 他心情不好 好啦 別讓太后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是折磨我們 預算先過 那就只是 他就沒要過了 謝謝啦 沒要緊啦 他就沒要過 這本來就沒過了 你就去跟院推再請好了啦 超粗啦 我們這邊先宣布落委會的預算擇期再審 好那現在進到勞動部報告 勞動部報告完之後我們就休息到下午一點復會 然後呢 就路委會可以先走了 勞動部 勞動部謝司長有沒有在現場 可以聯絡一下 這有點離譜 今天不是勞動部應該要來列席嗎 列席官員還可以讓隨便亂跑 那現在先發便當好了 我們利用空檔等司長回來 先發便當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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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一下 我一直詢問一下 我們到底是哪一個法案要叫勞動部過來報告 災防法 今天是消防法跟災害防救法 那災害防救法的主責機關不是內政部嗎 內政部已經報告過了 那其他還有很多相關的單位沒有報告 你就先指定那個 那個司長過來報告 他當然不知道啊 勞動部有提報告書 所以 可以看書面報告就好了嗎 他有提口頭報告嗎 就書面報告啊 他要口頭報告嗎 他有提口頭報告嗎 他現在人不在啊 要不然就等 要不然就等招委要不然等官員 我們到底在等什麼 但是照理來說官員 就已經都在列席名單裡 怎麼會不在現場啊 或者其他 其他官員有沒有補充報告嗎 啊 或者問其他有沒有幹 那幾位還 那幾位還 或者在場有沒有跟相關法有關的 我們有部會想要報告的 看起來應該 因為目前提出就只有勞動部 有需要相對做一些回應啊 還是說我們在場的委員 如果同意我們就參考 就參考他的書面資料 因為 如果你要問的話 就是問 內政部嘛 不一定問勞動部啊 是 但是因為他有提出 口頭報告的內容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他能夠 能夠說明一下 不是 因為 你也不能太責怪他們的 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說不定他也是要回去未還委員會啊 所以我們現在的程序要怎麼處理會比較好 可以問一下嗎 對啊 把口頭報告變成書面意見 對 就我們還是說 如果我們在場有人同意的話 就是我們有一個勞動部的口頭報告 大家就參閱 對 就改成書面意見 要不要那麼多人留在現場 好 那如果 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那我們就參閱 那我們就現在休息 到下午一點附會 確定一點喔 這是什麼跟什麼 我搞不清楚 永遠搞不清楚 我現在到底在幹嘛 因為不忘了那個 不忘了那個 全部的運算 所以 哦 那就沒有預算囉 我現在監管 我以前監管 我現在內政不決定 好 我現在到底是好 我被說還沒有升職 啊 我被說還沒升職 那個是主任 兼主任啊 對啊 啊我主命兼那個 還兼那個主任啊 OK 好啦我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對啦 對啦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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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也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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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休息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 睡覺 好 好好 好好 哈哈哈哈 小为一个哥们各... 国有很多 toler them. 年轻人物人的地方教育 欠小为... ? 吗 是 都不理 estas 是 我们就三个瓜 來,包括我們繼續開會 我在跟委員會做報告 因為我們今天的法案非常的多 其實早上有一點藝術則不達 那因為災防法跟消防法 其實這兩個案子是 很多的消防人員跟救難人員 非常需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先這樣子處理 我們先把消防法跟災防法先處理好 然後我們盡量把時間縮短 讓他們能夠很快速的 到我們宴會去刪讀 那麼我們整個的預算 就是內政委會的預算 相關單位的預算 我們再繼續審查 如果今天沒有審查完 我們禮拜四跟禮拜五 我們再把它併到禮拜四 這個禮拜四禮拜五可以 禮拜四跟禮拜六 還可以再審查 如果各位委員同意的話 那我們就把他做決議 今天沒有審的就到明天跟禮拜六 我們再繼續審查 各位同仁同意 好 那我們現在就 我們就繼續 沒有啦 審討要讓他們先審討 那另外就是林索文委員希望他要講八加二 我想他的部分我還是會讓他講八加二 那對所有的委員非常的抱歉 讓你們只講三分鐘就跟大家道歉好不好 那我們就繼續審討好不好 那開始審討 他報告完了嗎 那審討我們現在請趙正宜委員 趙正宜委員 趙正宜委員不在 請政天才委員 就不要講了 不要講了啦 不要講了啦 你案子讓他 那你講兩分鐘就好了 兩分鐘 好 主席各位委員請部長 這個災害防救法 這個今天有涉及到的條文 很重要的就是這個區的部分 之所以會考慮到那個區 事實上是因為這個直轄市的三地原住民區 主要是針對這個部分 直轄市的三地原住民區 但是現在所呈現的是第十二條啦 事實上其他的條文 其他的條文 也都有涉及到 其他的條文也都有涉及到 所以是不是這個 因為本來就內政部 一個是民政司主管的啦 那災害防救法 是這個消防署 所以就變成這個 你們那 司跟那個或是其他的 也許還有其他的 你們內部的 不能說其他的法 也有關係的 只是沒有配合去修正 沒有配合去修正 因為這個三地原住民 其實是這個 以這個現在的直轄市來講 都是什麼 都是在就是原來的三地鄉啦 原來它三地鄉 如果我們現在是用德的話 其實是這個力道是不足了 其實這個是 因為畢竟它是 第一個它是地方自治團體 第二個 它事實上 事實上 會常常會發生災害 無論是這個 烏來區 復興區 這個 和平區 或是高雄縣的 三個區 都是會常常發生 災害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呢 這個在立法技術上 我們怎麼樣能夠把它克服 以今天很有限的條文之下 我們去克服這個立法技術 我們在審查條文的時候 我們就好好自己處理好不好 沒有問題 這也應該要設立啦 對對對 好謝謝 好謝謝 那接下來請洪忠義委員 洪忠義委員 洪忠義委員 洪忠義委員不在 蔣委員不要再講了好嗎 我們趕快進入那個好不好 謝謝我下次給你十分鐘 謝謝拜託你 謝謝 兩分鐘好了 好不好 兩分鐘謝謝 主席還有各位官員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我先主席我先請那個內政部許部長 還有消防署陳署長 江委員好 兩位好 好 我想這一次的這個災害防救法啦 我們都知道其實消防弟兄平常可以說是上山下海 赴湯到火 出生入死 出生入死 非常的勇敢 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 我覺得他們這樣子的一個勇敢的精神應該要被體諒 所以呢 本席是非常支持這個小美琴委員的這個版本 我想 以後呢 不論是這個風災水災啦 好 然後這個旱災礦災 任何的災害 甚至包括這個工業管線的這個災害的話 我覺得 這些執行災害防救的這些人員 應該 他們出勤的時候 他們的福利應該受到的保障 生命安全應該受到保障 所以呢 這些業務內容 一旦有這個危險性的話 那發給這個災害防救出勤津貼是必要性的 而且這只是一個補貼性質嘛 只是一個象徵性的 所以呢 我們也發現過去這五年來 其實呢 消防員因攻傷亡的人數 就是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甚至這個義消也有 從來他們的這個傷亡都沒有因此間斷過 可以想見就是說工作的危險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通過這個災害防救法的話 沒有給予他們適當的津貼 我相信 這樣子一個出生入死的危險的工作 恐怕沒有人要繼續來做喔 那我想要請教就是說 那當然我們有這個高度的公司 針對這個消防弟兄給予他們出勤的津貼嘛 那麼 不知道有沒有包括這個約故或者是臨時人員 這樣子的一個保障 就是相關的人員只要重新救災是不是都可以請領這樣子的出勤 因為這個 這個一般來講有的聘僱是不會出勤 這個都是我們災害防救的這一些 我們的團體啦 志工啦這一些 這出去當然就包含在裡面 都包含在內 只要在任務的 對他要出去就位 執行勤務都算就是了 不單只限於一般的公務員 因為他志工 志工當然就包括在裡面 是本席主要的也就是要提醒 就是說參與這個救災相關的人員 不論他有沒有具備公務員的身份 即使他只是這個臨時人員 因為義消志工本來就沒公務員 對義消跟志工都應該包含在裡面 好 那這樣的修務法方向我是非常贊成的 好謝謝部長 謝謝 好謝謝 那個跟委員會報告 那個剛才劉司邦委員來跟我做一個建議 那也跟這個內政部那邊做了一個溝通 大概營建署就是國家公務員 大概有幾十個案的公務人員 大概都在中南部 那我剛看了一些內容 大概內容其實還蠻多的 那你是處長嗎 處長 處長 處長說我是不是做這樣的裁決 就是讓中南部的公務人員讓他們先回去 好 那如果今天可以審到那邊的話 那就由署長代表說明 那如果沒有辦法審到那邊 我們就明天再請大家來這樣子好不好 好應該應該這樣子就OK 因為中南部要不然等得那麼晚我覺得不太好 好不好 這樣應該OK 好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張宏路委員 兩分鐘 好 好 那我請部長跟那個消防署長 張委員好 來 寶定 署長 我只想請教一下 兩分鐘你簡單回答 我們上一次有說高風險性工廠的這個 他們的提供化學品的種類 跟它的數量及配置土的行政 它的廠區的這個 現在都做得怎麼樣了 目前檢查大概將近九成 我們到12月底會完成 檢查是一回事啦 是 它所有的配置圖什麼的 這些你們掌握多少了 對我們就配合這個檢查 然後叫他們畫指導 然後去畫這個圖 檢查 再請他們畫 對對對 其實這個各個縣市的那個 監管單位都有啊 公務局啊什麼監管單位都有啊 都有它的 雲石的書圖啊 我給委員報告 是有沒錯 但是他們會有一些變動 所以我們要去現場看就是畫這個 所以我們怕說它跟那個平面圖不一樣 平面圖當然我們可以掌握啦 就是那個變動的我們要去處理 變動去現場看這當然是 要現場才看得到啦 但是其實這個各縣網單位你們馬上 其實手頭上都可以拿到資料吧 我的意思說 你們應該要有先去建立一套這個資料庫 那它有變動 當然你去現場看這個是這樣 我覺得 這個東西啦齁 是希望 能夠盡量做得快啦 但也不要說變成去 老民騷擾到人家齁 因為像這一些啊我們有很多中小企業 其實他們有的廠房可能設置幾十年前開始就設置了 那它如果以現行的標準來講 它要去合乎規定 恐怕以現有的規定很難去合乎它啦 但我覺得這個部分啦齁 我們應該要輔導它 以現有的狀況齁 然後呢 加強它的防護安全 那 這樣子才能夠達到我們要的效果啦 對 因為最主要是我們消 消防署這邊是要把現況 危險化學物品的數量 種類配置圖 最主要它的位置圖 我們要把它畫出來 這是我們消防署的工作 至於其他人 那可能就其他部門 但我們會做相關的 請他來做更好的一個配置 更好的一個防止 來接下來我們請劉世芳委員 兩分鐘啊三分鐘 兩分鐘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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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曉昭委 部長 麻煩一下齁 大六文齁 部長因為我們只有兩分鐘齁 所以我兩個問題很快 一個就是現在消防員啦 的人力其實是非常的短缺齁 到目前為止 好像都只有能夠補到八成而已 那真正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啊 現在我們怎麼樣做補充 因為我也把這個網路溫度計裡面把它調出來齁 就是第一個從危險性高齁 還有壓力很大等等開始齁 都有看到有很多這個聲量都蠻高的齁 那你當一個部長齁 尤其是消防署這邊也是由你督導的 你要怎麼處理這塊問題 好我跟有人報告就是說我們已經 院裡面已經核定了嘛 五年三千個 那我們已經把 我希望能夠縮短不要到五年 所以我一直在指示說把那個竹山訓練基地的 那個要擴充 那我也在跟警專講說有需要的話 我們在消防這邊也要能夠增加命額 然後呢最主要是竹山的擴充那個是最重要 現在已經擴充了 所以我們會加緊在這一部分來 燃養消防人力 對消防力加緊來補充 好像不一定是只有警專或是警大嗎 包括說好像是嘉義的無縫大學啦 這些是不是也可以幫忙訓練 因為真正的訓練基地還是要在竹山 還是要在竹山 因為那個是實際的演練 至於那個是學術的啦 這一些教室啦那是文的方面 那五的方面要真正去演練的話 真的要去訓練一定要在竹山 是 盡量能夠擴充 那你五年要縮短到多久 兩年到三年 我希望能夠至少能夠看能不能說四年 或者再往前進 那當然我現在正在站在那盤點 要加緊去處理這個 盡量快一點好嗎 一定 要不然他們疲於奔命啦 是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關防治假訊息的部分 內政部的修法很快 在那個災救法裡面 也有假訊息的這個部分 而且看起來他的那個罰金的部分 好像也相當的高啦 但是我們比較擔心的是怎麼樣執行了 假訊息幾乎24小時出現 那在以消防為主的話 那就被要放在119啦 或是110這邊啊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消防的這部分我們 我們會有相關的 因為這個也要配合 因為這個是屬於刑罰的部分 也要配合警證署 對 警證署也會來幫忙消防署 因為這個是強調只有對災害的假訊息 一般的假訊息我們是不管 有人就是會針對災害啊 譬如說只是一個鞭炮啊 他說這是一個大炮過來 那不對啊 那當然不行 那個不一樣 那由誰認定 就是消防署認定 因為這個有構成要件嘛 他必須要趁災害 或者是明知有關災害 的不實訊息 所以這部分一定要客觀的事實 而且不是第一手喔 第二手的傳播也要在內 對 時間到齁 那再跟委員坐下 謝謝 謝謝齁 接下來請管碧林委員 管碧林委員 管碧林委員 不在 請吳清明委員 吳清明 兩分鐘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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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謝謝齁 來 好主席 我們一會我們的委員 還有我們的官員 啊請我們內政部部長 還有消防署 蔡署長 那位永好 啊部長好署長好 啊今天也是我們消防法 以及我們的災害防治法啊 啊針對齁 我們現在已經都冬天了 我過去齁 常常會講 一氧化碳的中毒齁 大概是十幾年來 差不多奪走了兩百多條的命 也造成了兩千多人的受傷 所以一氧化碳現在是冬天 冬天的暖氣使用力高 還有我們整個 你說今天是我們的 防災 要怎樣來防止這個防災 禍稀的發生的 這不幸的悲劑 我還是要求我們內政部 應該是在最近 我們的電視不管是電視媒體 我們要做一個宣導 一氧化碳會造成 我們居家的安全 的問題讓民眾更加的 了解可以來降低 這個傷害的 死亡率當然我們現在有個 宣導週我們知道進入冬天了 所以有個宣導週 12 CO1 就是CO的這個 一氧化碳我們有宣導週 另外我們對於這些相關的 都有一些補助啊對尤其 遷移這些 我們的熱水器不合格的這些都有相關的 配套措施也有補助 對這也代表說我們內政部 以及我們消防署 在整個廣告的媒體對我們 整個形象的包裝也是一大的 一定會加強這部分 那再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長隧道 我常來提長隧道這個經費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 一個寫稅 未來還有沒有蘇發改 這都是長隧道 長隧道你一定要納入 常態性的編制 比如說每年都要爭取這個經費 因為地方的消防局 地方政府他們也沒辦法去複合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消防署 我們內政部跟我們交通部 這邊來做協調 就常態性的編制 一定會我們來跟他們協調 那事實上消防署 也有在跟他們在做相關的協商的協調 因為我上個禮拜還在協調 所以這希望我們內政部 以及我們消防署這邊 趕快下緊腳步好不好 好的是是 接下來請林毅華委員 林毅華委員 林毅華委員不在 請李坤哲委員 李坤哲委員 李坤哲委員不在 那本席不發言 我的態度非常清楚 就是我們希望消防法跟災害法 能夠盡速通過 然後實質照顧我們的消防人員 更救難人員 所以再次謝謝委員會的支持 那接下來請吳智陽委員 吳智陽委員 吳智陽委員不在 請林德福委員 林德福委員 吳林德福委員不在 請蔣萬安委員 蔣萬安委員 蔣萬安委員不在 請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不在 請羅民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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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民財委員 請蕭美琴委員 委員兩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請部長 請主席 請進行 請上班 請進行 請上班 請要從 允許 主張要調整到說得比照國民兵應召集扶勤令發給津貼 因為這跟委員報告 消防法29條也是同樣這樣子規定 所以我們認為說是不是比照這樣子 然後在整個運作上其實也不會有什麼自愛難行的問題 不過這個是這樣 因為在一個災害發生的時候 需要協助救災的有兩種 一種就是我們的不得不出勤 也就是說本來就是他的法定工作 例如說我們有公路坍塌了 那可能這個半夜要去清土石 要去清落石 要去救人 或者是鐵路的電纜 因為風這個颱風吹斷了 在風雨中還要去出勤的這些人 那他們是沒得選擇 他除了要在別人修颱風架的時候去加班 去修復這些 因為公共利益所造成的災害 當然還有其他的救難人員 就是去救人救命的這些人 那另外一種人一個類型就是志願性的 志願性就是我們這些民間的這個民房啦 易消啦救難協會等等的這些民間人員 那我覺得你們在文字的修正 的內容比較是針對這些志願性的這些民間人員 可是我當初的這個 所提的其實不是只有公務員 因為像我們台鐵他們很多 其實是以勞基法來規範的 那也未必在我們現有的這個公務的這個相關的保障當中 而且你們提到的這個國民兵的這個津貼 像我翻了一下 過去都是由地方政府來發 例如說就是一個誤餐費80塊錢 那你如果是針對志願義務來 出來幫忙的這些人 你當然有一點誤餐費給他 其實這個是我們大家可以覺得可以接受的 可是今天如果是他不想出門 然後很危險 但是因為他的任務 他不得不出來的其他的這些 在各個機關當中 甚至像我們 我舉例像我們蘇花公路 這些蜘蛛人去刷坡去修路的 他們都是公路局的外包勞工 他們是另外外包的人 那這個外包除了他原來的加班 這個今天勞委會也有來 是有提到說 假日出勤是要再給他們這個相關的這個加班費 這個是基本的 這個是基本的 也就是說 假日 例如說百貨公司 假日叫員工去百貨公司上班 也是一樣的加班費 可是我假日叫勞工去做這個高度危險的 包括台電去修理這個被風吹斷的電纜等等 他是有特殊的危險狀況 而且他是為公共利益 他是沒得選擇也沒得請假的一個工作 那這些勞工他並沒有特別的今天 他沒有特別的救災的 這個因為災難而發生的這些危險的情境 所給予他們的這些特別的保障 那我覺得這對他們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我希望在這地方做一個釐清 我們到時候在做主案在討論的時候 也希望這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你們在書面回應我的 只是針對一些自願性的去參與救災的 你們有法定一些便當費 一些誤餐費來去給人家 但是但是這個我覺得應該要有 但是另外一種也就是他為了公共利益 是不得不出勤沒得選擇 一定要去做的這些在一個非常危險的情境 當中除了原來加倍的加班費之外 而且他沒有在現有的公務人員的這個保障的體系內 像我講的公務局的外包的勞工 這些其他的這個電力公司外包的這些 還有自來水公司這個外包的這些維修人員 他們的保障在哪裡 我也希望在這個地方能夠一併做處理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在處理法案的時候 我希望這部分你們能夠再思考一下 再斟酌等一下要如何來做一個處理 就寫一個主決議出來了 謝謝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曾明宗委員 曾明宗委員 曾明宗委員不在 請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不在 請鍾孔少委員 鍾孔少委員 鍾孔少委員不在 請周春明委員 周春明委員 周春明委員不在 請林淑芬委員8加2 謝謝 主席各位大家午安 是不是請我們部長 和署長 在部長和署長講話以前 主席我要先再次的強調 這個整個消防法還有災防法要儘速通過 可是是怎麼個通過法 以消防法第27條為例 消防署今天反對公共事故調查委員會入法 我們今天大體巡打就是要討論這一件事情 結果你說儘快儘快 那是要照消防署的意見通過還是照我們委員提案的版本通過 這不是儘快不儘快說我們今天大體巡達就是要來釐清這一件事情 這是每個委員的責任和權力 所以 部長我現在就要開始了我的質詢 你們今天主席言必稱說非馬上過不可 可是你們今天消防署反對公共事故調查委員會入法 你們用另外定一個各消防機關辦理消防人員火災搶救殉職案件調查作業規定 再一度的將火場殉職調查卸責給地方 又如何能夠提出系統性的改進措施呢 部長 署長 來 消防署 你說你沒有辦法支持他入法 委員都這樣提案 委員提出修正動議 但你的說法是盤點美日港新加坡 我國消防人員非適用勞基法與美日港情形不同 以及針對消防人員殉職調查機制皆無訂定專法及常設專責機構 所以消防署提出的因應方案仍是回 將調查權回歸地方 請問這能夠發現 真的能夠真實的發覺問題嗎 報告委員就是說 我們的方向跟委員是一致的 你跟我老一致 你跟我們一臟插八 一臟插高球 我們現在沒有丟給地方 我們中央成立的救災安全的小組 地方先做調查 我們再來後面做一個集合的機制 那我們認為是說調查那個機制是不是仇查 你今天不要在這裡胡說八道了 你們這把責任在吃啤酒替回地方去 各消防機關辦理消防人員火災搶救殉職案件調查作業規定草案 跟現在的消防機關火長指揮案搶救作業要點 火災搶救報告書究竟有什麼差別 檢視你們的草案內容 你嘴巴講到不算 我們看你的草案內容 同樣都是交給地方政府執行 過去遭消防基層詬病的就是調查內容 必重就輕 消防署 要將調查權責卸責給地方政府 要如何達成調查的獨立性 其中 訪談相關人員 要求訪談相關人需有其直屬長官陪同 各位啊 那他們的草案 你們的草案來講 要直屬長官陪同才能訪談耶 這是監控吧 你是怕基層消防人員講錯話吧 這個叫做你的想法跟我們一樣嗎 不講喔 書長 我們你那個一個月那個草案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是認為說現在在這個地方在做調查 然後我們消防署 比如說目前那個諮詢 那個就在安全諮詢小組 那在做審議的時候 他們在報資料過來 那他的資料就不完整 所以我們必須要訂了 你不要再講了 書長 你都黑白講 你都睜眼說消防 我不曉得我現在念一段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的書面意見 跟針對今天審法案主席言必稱要通過 如果是照消防署的意見通過 會有多悲慘 我念給你聽 你們現在言必稱諮詢小組 然後呢 你們把這個基層參與食物和學理的完善調查過程給拿掉 那本會他講喔 就是消防權益促進會來講 他們參與敬鵬高雄決定殉職案的諮詢小組的經驗 他們發現什麼 現場小組委員沒有辦法接觸案發現場第一手資料 沒有無線電的錄音檔 沒有行車記錄器 更沒有訪談現場相關人員 沒有訪談受災戶 沒有訪談搶救人員 沒有訪談警員 他的調查權力沒有 都是用什麼 用事發當地消防局所提供的會整的資料 作為依據提供建議 根本沒有實質的調查權 這個就是你們現在的諮詢小組 然後沒有基層的人力參與 然後呢 對於委員相關提問 這個諮詢小組的委員提問 消防局也沒有後續書面回覆 僅有現場會議文字記錄 對於追蹤後續改善 真相調查毫無作用 並請再多的專家學者 卻不讓其專業真正的進入 這個諮詢小組的運作有名無實 那你們的草案來講說要做訪談 還要和直屬長官陪同 所以你們這個你們都在不愛做 而且我們在講的這個小組啊 公共事故調查委員會 不是一個常設的機關 他是一個任務型編組 任務型編組 好 那我們在講說你們的草案 你們現在提出來的訓職案件調查 作業規定草案 就是用消防機關可以委託研究的方式 去辦理勞務採購組織專業團隊 協助調查完成調查報告 看起來好像委任出去了 但是我要問你喔 他的任務還包含監督安全管理側進行為 執行情形請問你消防署部長 請問你部長 一個勞務委外的單位 我勞務委外你幫我做調查報告 然後還要監督回頭要檢視 你消防署委託我 我要監督你消防署 改善情形 這個有可能嗎 我要客氣 委託你幫我做調查報告 你調查完你要跟監督看我有改善嗎 怎麼可能 你們的草案又更荒謬 我還有一點喔 針對各消防機關辦理殉職案件相關人員 得試其出力或不利情形辦理強程 這個標準是什麼 誰負責審核辦理殉職案件 調查有出力或不出力的標準 你們最後提到 輪圍這個到最後人家會構平就是說 輪圍替消防機關找麻煩的人喔 就會被懲處 消防署的書面 你們對今天審法案的書面報告講到 因為我國消防人員不是用勞基法 也無准用勞基法的規定 跟每日港不同 所以啊 不移設這個公共事務調查委員會 但本時喔 我在這裡要提醒部長和署長 避免消防人員離災殉職 與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無關啊 這是雇主責任啊 跟是不是用勞基法 來防範這一些從業人員的殉職案 安全的把關 跟是不是用勞基法無關 不要混淆視聽 以國內職災預防的法員 當然是職業安全衛生法 但職業安全衛生法 也沒有局限 只有適用勞基法的勞工才適用 每日港喔 都是以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政策去思考 消防人員如何預防職災 如何避免離災離病 所以其實消防工作權益處境會 因為他們其實也想說 我們是要第三方獨立 用任務型委任 每一次沒有每個都消息消防員啊 或是行的時候 任務型組織一個 獨立調查 職災鑑定 職業傷病鑑定 然後找出問題 你第一個 你認不認為啦 要真正能夠調查錯誤 才有辦法去除錯 有辦法真正的除錯 才能預防下一次的悲劇不再發生 可是你們今天消防署的態度是 連真正調查錯誤之所在 就不願意去承擔扛起來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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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幾個案件 你給他怕咧 還給他撞回去地方政府 我今天再講一段喔 他們的講法喔 就是這個 消防員工作權益處境會的書面意見 他們其實有講出幾個意見啦 調查作業規定草案架構錯誤 中央卸責又重蹈覆策 他們你們主張 將殉職調查責任 由直轄縣市地方的消防機關去進行 他們認為 這個處境會認為 不論從殉職檢討的改革層級 責任上丟回地方就是一個架構錯誤 而且是卸責的方法 所以他這種錯誤的狀況 會重蹈新烏大火殉職調查改革的錯誤 所以他講了三個 第一點 他們主張消防署要孕育全國的消防人員 中央調查檢討 放入養成教育合情合理 第二 相關規範原則 應由中央制定 中央調查檢討後修正法規 改革脈步 全國要一致全面 第三個 調查的責任丟回地方的話 會重蹈覆策 求援兼裁判 而且 打擊基層的士氣 所以今天我們同意 這個 招偉所講的說 我們要趕快來改革 但是怎麼樣的改革法 這27條 我必須要說 這個消防法第27條 是整個火災調查鑑定 和消防人員傷亡原因調查的最核心條文 如果為了求快快快 那是要照消防署的過 還是照立委的過 那意見不能整合的時候 那是要怎麼弄 所以不是只有快 是要把它修好 修正確 才是真正的改革 所以這一點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主張 大體尋答 應該要好好討論 可是 我今天提出這個問題 時間就超過了 我想請消防署 署長 還有內政部部長來回答 根本沒有時間 沒辦法講給全國的 所有觀眾來看來聽 這就是為什麼 發言時間兩分鐘三分鐘 跟十分鐘 為什麼會有差異 因為我們沒有聽到答案 我只問問題問三 要叫他回答 時間就不夠了 署長請書面答覆 不是書面答覆 要給全台灣的人民都聽得到 我們有國會轉播頻道 很多人在看 現在時間到了 我知道時間到了 所以我是跟前衛說 你知道我有什麼要時間 但他都要再沒辦法回答 尋答就是要做這一種 政策上的攻防 你講道理我也講道理 然後到審法案的時候 來看 來看看應該怎麼樣修正 不是說快要過快要過 要怎麼過過什麼 過 好時間到 接下來我們請許義仁委員 許義仁委員 許義仁委員不在 請江啟成委員 江啟成委員 不在 好 那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 除了不在場以外 其餘都已發言完畢 刑答結束 委員趙正宇洪忠義等提 書面執行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 另以書面答覆 本日會議委員 所提 執行為其答覆部分 亦另請 以書面答覆 那我們繼續進行法案的審查 請先讀消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及災害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兩項條文跟修正都已請先讀 消防法條文對照表 委員吳其名等18人提 等一下 你們把應該等一下的對照表都送給委員 現在 包括那個主決議等等 委員吳其名等18人提案 在中段的部分有做文字修正 應舉辦修正為 應每年定期舉辦 其餘文字同現行條文 委員內容等18人提案第15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均同現行條文 然後第三項至第六項為徵定的文字 內容為職務涉及第一項規定制製造 搬運儲存處理 藏所資行為人或經營異化石油器 零售事業者以下簡稱零售業者用戶及其員工 得向主管機關序名事實或檢據證據資料 揭露違反本法之行為 主管機關應對揭露違反本法規定之 揭露人身份資料嚴守秘密 揭露人至單位主管雇主 不得因揭露人提出違反本法事項而予以解雇 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主管機關受理揭露案件資管轄 處理期間保密 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的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徐議員等十六人提案第十五條 第一項同性型條文 第二項為徵定的文字 內容為前項公共危險物品 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 儲存或處理場所或位置 應定其以圖說方式報請當地消防機關被查 第三項有性型條文 第二項第一 並於聚首將前項修正為前二項 然後中斷在設置標準的後面有 文字為即定其備查程序 其餘文字同性型條文 委員林維州等十七人提案第十五條 第一項的據首有增定文字內容為管理全人或行為人對於 其餘文字同性型條文 然後增定第二項 增定第二項文字內容 與委員徐一人等十六人提案對照 除了中間這邊是知場所多了一個知之外 其餘與委員徐一人等十六人提案同 然後第三項是由線型條文的第二項第一 並將據首修正為第一項 其餘文字同線型條文 委員郭增亮等十七人提案新增第十五條之五 文字內容為異化石油器零售業者 應與其用父明定公 器書面契約明定其權利義務關係 並對於其提供之容器賦有回收義務 前項書面契約之格式 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定型化契約範本 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四項並公告之 委員吳坤一等十九人提案 在第一項及第二項的部分是 增訂的文字內容為 第十五條之二 異化石油器零售業者以下 簡稱零售業者應至安全技術人員 以執行工器安全檢測 前項安全技術人員應經消防機關 或其認可之專業機構 私與一定實數之訓練並領 領友和格證書者使得充任 任職期間並應應其接受護訓 專業機構之認可 適宜辦理訓練之課程名稱 實數講師之格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第三項是依現行條文的第一項修正 聚首刪除 衣化石油器等文字並刪除第四款 然後所以呢第五款字 第五款字第八款就依序第一 為第四款字第七款 其文字同線型條文 第四項是同線型條文的第二項 為奈瑞隆等十八人提案第十五條之二 第一項自第三項為徵定的文字內容為 第十五條之二 零售業者授予用戶異化石油器時 應提供容器並與用戶並定工器書面契約 明定其權利義務關係 另應至安全技術人員 以執行首次工器及定期安全檢測 並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前項鎖定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資保險金額及 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資 零售業者與用戶申請公器時 應檢查用戶場所 符合第十五條第二項安全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確定安全無餘後 使得公器令送達容器時 發現用戶使用量達八十公斤以上者 應於三日內通報轄區消防機關 第四項 同委員吳坤毅等十九人提案的第三項 然後第五項是同線型條文的第二項 然後增訂第六項以及增訂第七項文字內容為 第一項安全技術人員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所登陸之 專業機構私語一定時數之訓練 領有合格證書者使得充任任職期間並應定期接受付訓 前項鎖定登陸機關 其申請登陸之資格程序應被文件基本設施 登陸證書之有效期間和換發撤消費子變更延展 資料資建置保存與申報 課程名稱時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委員郭正亮等十七人提案 新增第十五條之三 應化石油、氣、容器以下簡稱容器 製造或進口業者應將容器送經中央主管機關 或其登陸機關之認可並附加認可標示後使得銷售 前項認可應依序實施形式認可及個別認可 單一性質特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得不依序實施 並向鎖定容器其申請認可之資格程序應被文件認可要件審核 方式認可書換發有效期間撤消費子和格標示之 規格與附加方式 停止合發收費及其他應遵行四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第一項鎖定容器之規格構造材質容階規定 標誌塗裝認可試驗項目批次認定抽樣數量 試驗結果之判定主要試驗設備不合格之處理 及其他相關四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第一項鎖定機構其申請登錄資資格程序應被文件審核方式 登錄證書之有效期間和換發撤消費子 收費及其他應遵行四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委員郭正亮等17人提案新增第15條之四 民售業者授予用戶異化 石油氣使應提供容器 其容器應定期檢驗 經檢驗合格並附加合格標示後 使得繼續使用其容器定期檢驗期限項目方式 結果判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第一項鎖定容器其將借或已預有效期限者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定 老舊容器收購回收辦法同一處理資 第一項鎖定機構其申請認可之資格 程序應被文件審核方式 測消費指變更 合格標示應載事項與附加事項 停止合法不合格容器及容器罰之銷毀 作業訓練收費及其他應遵行四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親民黨黨團提案第19條 第一項的前段有 鎖定文字為阻止危害發生或避免擊破危險 其餘文字同性型條文 在第二項以及第三項的部分均同性型條文 實在力量黨團提案新增第20條之一 各級消防人員於救災現場 若有危險之餘應理救災人員安全為救災行動原則 並採取下列安全作為 一不入室並採取守勢作為防阻災害擴大 二自行停止救災作業並移動至安全處所 三其他搶救要點安全原則所建議之作為 消防指揮人員應於現場進行災害辨識 及搶救必要資訊之確認 災害現場如有危險之餘 消防指揮人員應急令 停止災害搶救作業 並指揮災害搶救人員自安全處所 以確保災害搶救人員安全狀況 防阻災害擴大 各級消防人員如遇下列之情形 得採取第一項之安全作為 一重大災害搶救現場已知無人受困 二涉及複合型災害相關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人員未到災害現場 三搶救現場人力裝備水源不屬不服 最低安全原則 四其他搶救必要資訊 搶救要件不足之情形 主管機關不得對第一項災害搶救人員 予以解雇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但經證明災害搶救人員濫用本條文 經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者不在此縣 委員政保卿等十七人提案 在以全條文對照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在除第一項的序文末段 是定定為必要時得 以及在第三項沒有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的第二款外 其餘文字同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委員管碧林的修正動議 先征第二十條之一 文字內容為第二十條之一 現場各級搶救 人員應於救災安全之前提下 橫左搶救目的與救災風險後 採取適當之搶救作為 如現場無人命危害之餘的不執行危險性救災行動 前項所稱危險性救災行動任命標準 由消防署令定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新增第二十一條之一 消防指揮人員為搶救危害化學品引起 知火災得命災害處所管理全人提供廠區化學品 總類數量位置平面配置圖及指派專人至現場協助救災 及提供搶救必要資訊 委員政保卿等十七人提案 也是新增第二十二條之一 全條文對照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 在前段這邊沒有引起的文字外 其餘同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委員吳坤裕等二十一人提案 新增第二十一條之一 前段第一項前段這邊 消防指揮人員為搶救工廠火災得命管理全人提供 以下的文字同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二項的文字內容為前項化學品種類數量 及位置平面配置圖等為顯化學品相關資訊 主管機關應會同其他化學品主管機關建立化學品資訊 及時分享平台 委員館必領修正動議新增第二十一條之一 文字內容為 消防指揮人員為搶救工廠火災得命工廠管理全人 一下列規定辦理 一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 位置平面配置圖及搶救必要資訊 二指派專人至現場協助救災 委員徐一人等十六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在中段這邊有徵定 消防指揮人員為搶救災害 除得命災害發生處所 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提供危險物品高壓氣體等分佈配位置資訊 痘號病等文字 然後在末段這邊有做文字修正 將病得修正為禍 然後後面的禍修正為頓號 其餘文字同線型條文 委員吳奎毅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四章有做修正 文字內容為火災調查鑑定與消防人員傷亡原因調查 委員楊正武等十六人提案第二十六條 在第一項的部分有中段有徵定文字內容為 及消防人員傷亡原因 其餘文字同線型條文 第二項同線型條文 委員洪宗毅等二十一人提案第二十六條 在第一項的部分中段也是有做文字修正 為鑑定火災及傷亡成因 其餘文字同線型條文 第二項同線型條文 委員吳奎毅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之一 第一項的中段也是有修正文字 為鑑定消防人員傷亡原因 其餘文字同線型條文 第二項同線型條文 實在地上黨團提案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同線型條文 然後第二項至第四項為增定的條文 內容為為調查消防人員 應搶救災害至發生傷亡事故之原因 應組成公共安全事故調查委員會 聘請相關學者專家與團體代表 擔任調查委員製作 事故原因調查報告 公共安全事故調查委員會 為執行業務所需得 各項有關機關購調閱或要求法人 團體個人提供資料或文件 調閱之資料或文件 液金司法機關或監察院 先為調取時 應序明理由 並提供副本 如有正當理由 無法提出副本者 應提出已被他機關調取之證明 第二項公共安全事故調查委員會 由內政部會同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組成之 委員會之組成委員之資格條件 聘聘方式相關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內政部定職 其委員並應有消防人員工作權益相關團體推派之代表 委員楊政武等16人提案 第27條 在中段這邊有政列民間團體代表 其餘與同現行條文 委員洪宗毅等21人提案 也是在中段這邊有政列社會團體代表 其餘與同現行條文 委員吳昆毅等21人提案新增 第27條之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聘請 有關單位代表基層消防員及學者專家 設消防人員傷亡原因調查委員會 調查鑑定消防人員因災害防救自身傷亡之原因 前項調查委員會中 基層消防員及學者專家之組成 不得少於委員會人數之二分之一 其組織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資 委員政保卿等17人提案 第27條的第一項同先行條文 第二項前段是 未調查造成特殊重大傷亡災害發生之原因 以下文字同時在力量黨團提案 第三項是徵定的條文文字內容為 前項公共安全事故調查委員會 由內政部會同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委員會是組成委員之資格條件 臨品方式相關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內政部定資 如死傷人員如有消防人員 其委員應有消防人員工作權益相關團體推派之代表 委員管閉修正動議第27條 全條文對照實在力量黨團提案 除第二項至第四項 調查委員會沒有委員兩個文字 以及在後段這邊 實在力量黨團有組成之三個文字 這邊是招開支 然後實在力量黨團是委員會的組成 這邊是其組成 然後實在力量黨團後面這邊有一個其委員 並應有消防人員工作權益 這邊是沒有其 然後其理文字同實在力量黨團提案 然後今天新收的修正動議 編號1 1又2分之1 委員蔣傑安等三人所提修正動議第27條 第一項同先行條文 第二項以及第三項均為征定文字 內容為 中央組管機關 應聘請有關單位代表學者專家 及與消防人員工作權益 相關團體代表 設公共安全事故調查委員會 調查消防人員 應搶救災害發生重大傷亡事故原因 並提出事故原因調查報告 前向委員會之委員資格條件 聯聘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組管機關定資 以及今天新收修正動議編號2 委員林淑芬等三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27條第一項同現行條文 第二項與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對照 在末段這邊有征定提出搶救災害改善建議四項 及追蹤改善建議之執行等文字 第三項以及第四項同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委員黃昭順等十六人提案第三十條 在第一項以至第六項的部分均同現行條文 然後征定第七項文字內容為 領有退休奉或散養金之 軍公教人員依本法徵調或聘雇 執行政府因應檢疾或危難事故之 救災或救難職務 因而患病受傷身心障礙或死亡者 因一規定核發身心障礙給付或撫續金 不得停發其退休奉遺囑 撫慰金或散養金 委員將起成等二十人提案第三十條 第一項序文的末句 是依照現行法條文第一項的末段 以及第二項的序文 合併修正 修正後文字是 一下列規定辦理 其文字同現行條文 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的第三項 第三項由現行條文第四項 並以並將聚首修正為第一項 第四項由現行條文的 第六項第一 並將聚首修正為第一項 以及刪除及前項應補足之差額等文字 然後刪除現行條文第五項 委員黃秀方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的第三款 有做文字修正 將傷殘修正為受傷身心障礙 其餘文字同現行條文 第二項的末段文字 也是將傷殘修正為受傷身心障礙 等文字 其餘文字同現行條文 委員林德甫等十九人提案第三十六條 在第一款的部分 有徵定頓號災害或緊急救護等文字 其餘文字同現行條文 委員徐玉仁等十六人提案第三十六條 在序文末段的部分 劃環有做文字修正 將一萬五千元以下修正為三萬元以下 其餘文字同現行條文 委員羅致政等十八人提案第四十條 於末段有徵定文字為 鬥號必要時得於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或 停止其使用之處分 其餘文字同現行條文 委員徐玉仁等十六人提案第四十二條 在中段的部分 有做文字修正 將鬥號或修正為頓號 然後後面這邊 中段這邊也是有徵定文字 內容為即未定其以圖說方式 報請當地消防機關被查者 後面劃環這邊修正後為五萬以上 二十五萬元以下 然後其餘文字同現行條文 委員林維州等十七人提案第四十二條 對照委員徐玉仁等十六人提案 除華環定為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外 其餘文字同委員徐玉仁等十六人提案 委員郭正亮等十七人提案新增第四十二條之二 製造業者進口業者或行為人違反 第十五條之三第一項規定銷售容器者儲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還 其容器並得末入銷毀 零售業者違反第十五條之四第一項規定 為一規定將容器定期檢驗者儲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還 並得暗次罰還 零售業者違反第十五條之五第一項規定 為與用戶訂定書面契約或違反書面契約 因記載及不得記載四項或拒絕回收容器者儲負責人或行為人 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還 並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得暗次罰處罰或禁與停業處分 委員吳昆毅等十九人提案新增第四十二條之二 零售業者違反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未設置安全技術人員充任安全技術人員則 未領有合格證書或未定期接受付訓者儲 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還 並通知限期改善借其未改善者得暗次處罰 零售業者違反第十五條之一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 未裝置相關資料並定期向消防機關申報或未保存資料 兩連則儲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還 並通知限期改善借其未改善者得暗次處罰 委員吳昆毅等十八人提案新增第四十二條之二 零售業者有下例情形之一者儲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還 並通知限期改善借其未改善者得暗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未設置安全技術人員未執行手持公器安全檢測 並期安全檢測或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二違反第十五條之二第三項規定 未檢查用戶場所確定安全無餘而公器 三違反第十五條之二第五項規定 充任安全技術人員者未領有合格證書或未定期接受付訊 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致生災害 造成傷亡者得予以三十日以下停業之處分 委員吳瑞隆等十八人提案新增第四十二條之三 零售業者有下例情形之一者儲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還 並通知限期改善藉其未改善者的案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未與用父訂定書面契約 二違反第十五條之二第三項規定 未於三日內通報轄區消防機關 三違反第十五條之二第四項規定 未備制相關資料資料缺漏不實 未定期向消防機關申報或保存未滿二年 實在力量黨團提案新增第四三條之一 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於 災害發生時未立即提供搶救必要資訊或虛偽不實者 或未直派專人協助救災者處災害處所管理全人 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還 違反前項規定自救災人員死亡者處災害處所管理全人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新台幣 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病相規定自救災人員重傷者處災害處所管理全人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政保卿等十七人提案新增第四十三條之一 與時代力量黨團對照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除第一項罰還定為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還 其餘同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二項文字內容為 如今調查確認前項之災害所管理全人 系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隱瞞不提供搶救之必要資訊 可加重處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還 委員吳坤毅等二十億人提案新增第四十三條之一 對照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除中斷的文字是提供廠區化學品搶救相關資訊 或提供資訊內容虛偽不實 以及災害處所管理全人這邊是管理全人外 其餘文字同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二項的文字是合併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的第二項以及第三項 然後文字內容中關於這個災害處所管理全人這邊是管理全人 然後沒有實在力量黨團提案的第三項違反第一項規定等文字 其餘同實在力量黨團提案的文字 委員管必零修正動議新增第四十三條之一 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款規定工廠管理全人 未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位置平面積搶救必要資訊 或提供資訊內容虛偽不實者處管理全人新台幣十萬元 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還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款規定 工廠管理全人未指派專人至現場協助救災者處管理全人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還 然後今天新修的修正動議編號一又二分之一 委員蔣傑安等三人所提修正動議第四十三條之一 在對照管必零委員所提修正動議 在第一項的部分中間這邊有配置圖增加配置圖的文字 然後這個末段的罰還文字是三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還 然後第二項的部分是同管必零委員所提修正動議 第三項的文字是工廠管理全人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 自消防人員與實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至一百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自消防人員重傷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繼續宣讀災害防救法請參閱對照表 委員許淑華等十六人提案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均同現行條文 然後增訂第三項文字內容為區德比照前二項規定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委員許淑華等十六人提案第十六條在前段這邊 災害防救署修正為災防署末段搶救等應變的文字 修正為搶救應變及訓練其餘文字同現行條文 委員許淑華等十六人提案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同現行條文 然後刪除現行條文第三項 委員許淑華等十六人提案第四十三條第一項同現行條文 第二項末段增訂第二十三條頓號等文字其餘同現行條文 委員許淑華等十六人提案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至最後的第六項均同現行條文 然後第二項的序文有做文字修正為無法依前項規定 請請領各項給付負責 依下列規定辦理其所需費用由政府編列預算之印 其餘文字同現行條文 委員許淑華等二十六人提案第四十七條 在第一項的這個前段有增訂文字 內容為人員鬥號應發給災害防救出勤津貼 發給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鬥號如其餘文字同現行條文 第二項至最後的第六項均同現行條文 委員將啟程等二十人提案第四十七條 在第一項的部分序文末段是由現行條文的第一項及第二項合併修正 修正後文字為依下列規定請領給付 其所需費用由政府編列預算之印 其餘文字同現行條文 在第二項的部分是由現行條文的第三項 由現行條文第四項以並將聚首修正為第一項 第四項是由現行條文的第六項予以修正 修正後文字為第一項所需費用由各該政府核發 然後刪除現行條文的第五項 宣讀完畢 好宣讀完畢我們現在開始進行協商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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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前接 举发人之身份应以保密 那再来 第五项 这边他写揭露了 我们写第三项 举发人之单位主管雇主 不得因其举发行为 而予以解雇 调职或其他不利之处分 文字有稍微调整了 然后再来我们有加一项 就是第三项 举发内容经查证 属实并处以滑缓者得以实收 滑缓总金额收入之一定比例 提充奖金奖励 揭露人 我们这参考有点独官法的规定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就 前项揭露人的奖励资格 举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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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你们也变成是由直辖室 跟现实主管机关定制 对不对 是没有错 那主席 我针对这个假讯息的部分 这个举发人 如果他举发的是假讯息的话 我们刚刚都是举发人 都是善意 然后倒是有很多奖励 但是如果是假讯息的时候 怎么办 那这个举发如果假讯息 你懂我的意思吗 在同样的法条里面 如果举发如果假讯息的话 会牵涉到有一些 就谣言就对了 他有时候会 会牵涉到误告等等这些问题 如果是对公务员的话 那还会有误告罪的问题 对 可是我们的前一项不是有讲说 用户或员工得上主管机关 要序名事实检举的证据 那去揭露违反本法的情形 所以那要减负证据不是吗 对 所以这些在基本上如果是假讯息 那都会被筛选掉 我知道我是说 现在在要件上面 在筛选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跟公共危险 这个比较相近 那它举发如果是举发假的部分的话 其实要在同样的法条里面 要不要再把它序名还是不用 因为照理讲 因为它是没有公开 它所有的举发里面 它都是没公开 如果是因为我们也会 公开的话就会有灾害防救法 可能是因为 对啊可能因为就是说 大家之间互相不那个 然后互配公围 对它如果公开 那就会现在我们灾防法里面所规定的 针对灾害防救里面 如果作为不死的举发这一些 有恶啊 然后假 还有害的话 那就会构成那个 我们接下来 在防救法就是 对 院会通过已经送到立法院来 对我是建议说 我们要一起横平处理 当然我们希望说能够举发 这是为了公共安全的部分 但是如果没有横平处理 有的人是处理变成假讯息 或是恶意的讯息的话 反而造成其他更大的危害 当然当然是一定的 好吗 我就是提醒一下 是 这个没有问题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条就叫 这条文没有 是不是就 是不是就照我们修正的文字 对好 那我们就照修正条文通过 是是是 好 好 来继续 第第十五条之二 嗯哼 好 十五条之二要保留啊 要 为什么要保留 你说明好吗 要保留 好 十五条之二 这个这个当然 基本上整个构想是说 将来有安全技术人也是很好 不过现在说有一些 有一些意见说 这个条文是不是要先保留下来 哪些位有这些意见 那个官委 官委有提过这个 他我来提一下 他最主要是说 对这些安全领域的检测 执行等等 这些量能 还有 会不会再 因为有很多 煤气行是 高速行 那是很小的 中小 中小的行 那会不会 在他们的人力上 他们的受训等等 会构成一些 他们在经营上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这部分再细致一点 会我们再来 再来调 那这个条文 保留的话 那对我们以后的 我们今天摘黄华又通过 摘黄华应该跟这个比较 消防法 就过不 对啊 就变成 但是保留 应该要在这边提案保留啊 没有 你可以在这里 对可是我说应该要委员 应该要委员来提案保留吧 这个如果要 应该要委员来主张吧 因为这个不应该由 由部长来主张保留 对啦对啦对啦 这个是要由委员来提出 这个 说可不可以那个十五条之二先保留 因为管委员没有来齁 那他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是不是请这个我们委员会 请招委 就是说这一条先暂时保留 比较麻烦的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这个条文一保留 我们后面的条文 就全部都挡住了啊 就跟我们今天 主席这个是不会的 因为我们可以保留初委员会 因为你即使通过了初委员会 到院会协商的时候 还是要协商 所以你保留初委员会去协商 跟不保留 你也给他通过 然后去委员会协商 都一样是协商 我们现在要先把那个部分 拉出来处理 那如果这个东西又再保留 因为大家就是一直在担心 我们整个消防人员 跟救难员那些保障 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通过嘛 那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能够把这个部分 本来这一条 这一条跟消防人员 本来这一条 我有去拜托委员说 就是我那天最后要结束的时候 那我们跟张伟报告就是这个 但是他是说又放进去 当时如果 他不要再放进去 他再撤掉 对吴委员 那如果现在拜托他 先把他抽出来 然后我们再另外的案子再出 这个再不用了 这个再 最后面再来处理 然后现在是要直接就 保留 我们就其他跟消防员 直接权益相关的 直接先通过 然后出委员会 对 可以这样 跟消防人员 这条先保留一下 就是说 把消防人员的 潜益安全 这个部分先处理好 先抽出来删毒 这样子 其他的部分 我们就摆在后面再来处理 这样子 这个技术上 其他在院会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再决定 院会协商的时候 可以再决定 那这样就不要变动 就不要变动 不是啦 院会协商的时候就可以说 各自我 你现在在 现在在问题 大家各党各派 不然各党各派 院会协商的时候 你不用说 院会协商的时候 你就可以觉得 这样子好不好 我真觉得委会同意好不好 我们要不要先讨论 30条跟42条 就直接 就30条跟42条 只有这两条是跟 20条之音 20条之音应该也有吧 你是要谈什么 谈法师总管理 现在就是权益的先送 对啦 如果权益先送 应该是20条之音 20条之音就有关啦 对啊 好 对啦 最核心这个27条 这种东西 20条之音27条啦 还有43条之音嘛 对 那我司统领 我这边来说不得 对啦 我司统领 那先说权益 好啊 保长啊 我们大家要把那些事情做好 这个 我先保留就对了 现在说我们的消防员的啦 为什么不知道保留 现在你这样 我本来的意思齁 是希望就 这些权益保障的部分 能够不经草原协商 我们就可以三毒嘛 对 但是问题是我这个条文 你们这样子保留保留 你听我讲完齁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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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讲完可以吗 有影响我们讲话吗 影响我们开会嘛 那个 现在问题是 如果我们在这里保留 然后 变成 我们等一下就做金朝铁协商 那还要再开三次会 我分析我 真的是很麻烦的 部长 主席 这个有问责的机制 就是说 如果我们委员审完了 我们什么时候出去 那搁置在院会不协商 搁置在协商程序拉脚 那这个是可以被问责的 这个责任就由这个 院会要去处理 而我们委员会 你可以宣称 我几月几日就省完了 责任就丢到院会去了 其实是有 我可以有问责的啦 对啦 因为如果送出委员会 那再 当然主席就要决定说 送出委员会之后 你还不要再召集协商 因为可能有保留部分 第二部分如果院会不处理 其实各党团可以拉 二毒嘛 那时候看是直接院会处理 还是又进入院长召集的协商 我想这都可以处理 好 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就是担心说 你马上又要再开朝野协商 然后 朝野协商可以三次 所以我变成天天要再开朝野协商 我忽悉啊 哇 这个很麻烦 对啊 周伟可不可以先把有共识的条文 都先念过 好啊好啊 好啊 这样子好了啊 我们先把权与有关的条文 抓出来先讲 好 然后 那个其他 今天都不要讨论那些 就先都保留 这样子好不好 回头有时间再讨论 我看 我看 眼看就没有时间啊 因为一顶二十个 眼看就没有 好啦 来开始来 把那个有 跟权益相关的 我们先把它念过 好不好 好 然后 有问题的 我们就今天都 都先跟他保留 站保留 站保留 或不宜处理 来处理 好 不宜处理 以后再来提案嘛 好不好 好 来来 继续 好 好 好 那十五之二 我们就 占保留嘛 然后再来十五之三 也占保留嘛 好不好 好 然后再来就 十五之四 也占保留嘛 十五之五 也占保留嘛 那十九就 十九是 这个比较重要吧 我看一下 十九开始 十九没有什么 改了不大 改了不大 没有什么意见问题 这个OK啦 就修正通过好不好 十九没有问题 按照我们的文字修正 因为那个会更周全一点 好好好 各位我没意见 我们就按照这个 要紧急救护嘛 内政部部长这边 的一些修正文字 那再来二十之一 好不好 好 二十之一就比较有 二十之一 那个 时代有意见吗 要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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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增的啦 对 这个我们也占保留好不好 这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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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消防员权益 就是 好 文字修正 那文字你要怎么修正 后面 他们都没意见了 没有 他有修正文字的 他有意见吗 文字差很多了 有几个文字的 好那请说明 来 这个是当时想说 退避全救救灾的安全 那因为我们消防署 所有灾害抢救的规定 全部都是在讲救灾安全 所以我们认为说 第一项的部分 把那个原则性把它定出来就好 那我们 我建议参考管闭林 那个第一项的意见 那第二项 那个上次在打群 我有提过说 前项所称危险性救灾行动标准 因为这个我们所有的 不管是火災 山难海难危险物品 所有的抢救 通通在讲这些 就在规定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不用写 就直接写第一项 看是委员可以同意 我们这样子的想法 你的意思是说用管委员的版本吗 第一项 第一项就是 你这个认定标准由消防署认定之 这样子 这个我们建议不要定 因为我们消防署所有的规定 都在讲救灾安全 比如说像毒灾 我们要冷气、热气、暖气 我们做好多的规定 山难抢救指挥 27条可不可以先讲 因为我要去搜尋 对啦 可是他们基层的意见 基本上是认为说 条列出来 甚至是行租文字 到法律层次 对他们的保障会比较齐全 那我当然了解你们的想法 你们觉得那是用规则了 那规定都是去感受 那规定都是在安全 好 那山域、救援、水、难、毒灾 那这样好不好 反正这个基本上 还是从他们的安全 退避权的角度 我们就是一起保留送出这样 好不好 好 好 这个主席 这叫做保留吗 不是啊 就送出啊 一起送出委员会了 他修正文字等一下拿来看吗 他就要用管委员的版本 好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基层他们比较担心的是说 如果有定支 而不是这样很明确的 就不够完备了 对 嗯 他们会觉得这个保障不够 那我当然知道消防署这边的考量 对 那我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就一起送出去嘛 好 好 好 主席 要保留 那我 因为我现在去未完委员会咨询 所以我先讲一下27条 27条 我跟管碧琳委员的不同 就是说 呃我们增列了两两行字嘛 这两行字就是在第二项的最后两行 我提的修正东西 就是说 我们组一个公共安全事故调查委员会 那除了做事故调查报告以外 最核心 最核心要提出抢救灾害的改善建议事项 所以这个呃 避免再次的发生 所以那一定要把这次事故调查原因发报告出来以外 要提出具体的改善建议事项 所以这个委员会呢 还要追踪改善建议事项的执行 那这个任务型的 任务型的委员会 那怎么样去追踪改善建议事项的执行 那个强度大概是比照非安委员会 他的任务其实就只是说 督促管考他的执行情形而已 然后消防署提的对案 让各消防机关委外成立的这个调查小组 可以督促改善行为执行的情形 所以就像是追踪非安会任务的这个用于 他是更新各个空情总队改善的进度 有没有改善然后持续列管 所以这一个增加了这两行的那个强度和那个管理的那个追踪 其实是我觉得是重点啊 就是照管委员的然后加上 我的修正动议在这里 就是发给那个署长好不好 那个 林俗芬的修正动议 我提一下齁 其实 实在力量党团版本其实跟 俗芬这边或是管委员这边其实蛮接近的 基本上是 他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调查 对不起主席 因为我刚好也有针对这个二十七天 对不起主席 因为我刚好也有针对这个二十七天 对不起主席 但是管委员的版本 跟实在力量版本 没有提到我 我后面这两句 就是说我们调查报告的最核心是要改进他 那要提出这个改善的建议事项 那要追踪他有没有去改善他的执行情形 所以拜托大家支持林俗芬提的这个修正动议这样版本 在修正动议里面有 对不起主席 因为我刚好也有针对这个二十七天 我刚好也有针对这个一条 提了一个修正动议 我就一并发言好了 就是 我这边 呃不一样地方 我也是 其实应该说利益 其实是 是类似的啦 就是我 但是我的版本我提的是 中央主管机关应聘请 有关单位代表 学者专家与消防人员工作权益相关团体代表 社公共安全事故调查委员会 调查消防人员因抢救灾害发生 重大伤亡事故原因 并提出事故原因调查报告 前项委员会之委员资格条件 临聘方式 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这是我提的这个修正 是 针对27条 报主席 不好意思 因为刚刚林署委委委员 那个讲委员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27条 是 因为林署委委委员他是说 他要直询 所以 所以先讲 对 因为他说他要先讲27条 我如果没有让他先讲 我大概又要被他讲一个小时 所以我只好让他先讲 所以很抱歉 我们再回来 报主席我三年有公听会 对啊 所以我才会说 他既然提了27条 我就一并 所以你提出我的意见 但是我觉得 也是有类似的 我把它讲完 因为我等一下 财政 财政还要省预算 我等一下也有事啊 我觉得这样话大家都乱掉了嘛 所以这边是不是建议主席 就说其实大家版本 有些是蛮近的 有差异的 其实我是建议 是不是都保留送出 然后让这个 之后协商再来处理 因为像 我等一下也要去财政 那27条其实大家 内容都蛮相近的 好 这是我的建议 对 可是如果我这样送出去的话 等一下我会 又会被零署分K 你看他刚刚就已经先讲了 我所以 我有一点担心 小美前委员跟我恭喜 他跑在我内政委员 好 所以现在到底是 其实我还是要 我按顺序啦 我们还是要按顺序啦 好不好 我们再回到 嗯 二十条之一啦 那二十条之一 我们就保留送出 二十条之一 我还是要先 抱歉主角表达一下 保留送出 但是因为中间 还是有一个差别 我也是在说 我们的部分是叫 如现场 无人命危害之余 得不执行 危险性救灾行为 是得啦 但是我认为说 我们应该是 应以救灾人员安全 为救灾行为原则 就还是应该要 如果是没有危险之余的话 应该还是要以 救灾人员安全为先啦 不要得啦 好啦 真行部长的意见 我本来以为速度可以很快喔 但是显然就是没有办法 易速者不达喔 所以预算的部分 就明天再处理了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乖乖把法案 好好的省一省好了 好 那所有各单位 都议算的就先 先回去休息 不要在这里等了 好 好 好 谢谢 好 好 好 来 二十之一 好 那你们 我们就明天再 再处理议算了 好 那内政相关的都先回去休息吧 好 来 可是现在又说保留吗 都说你要保留 内政就明天啊 我跟您说 二十条之一 不是说 刚才黄瓜子 就是 他們要保留啊 那個部長我現在比較麻煩的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每一個條文都保留 然後到朝野協商的時候 你知道齁 這些立委如果沒說話齁 就很奇怪 要再重來一次我跟你講 我會引導我跟你講 真的會他一定再跟你重來一次 我們要講很久 結果我們本來希望能夠 我要請那個部長跟署長幫忙 就是說沒有很大差異 對我們消防人員有幫助的 我們就簡單化 然後把它處理好 要不然你說一條一條保留 等到朝野協商又重新再討論一次 那花的時間真的很多 那就跟我們今天排案的目的 就有相違背啊 對 實力跟鄭保欽就那個很長啦 那剛才包括實力或者林署委員 他們有特別意見的 請你們會後去跟他們協商 這樣就比較不會有問題啊 這樣好不好 這個劉委員這樣好不好 沒有意見啦 沒有意見啦 我跟你說你不要特調都保留 我跟你說齁 不是 部長 我們千萬就不要特調 我們可以過 我們就讓他過 這樣比較不會說 重新再討論一次 真的要討論很久 我給你建議啦齁 那個如果現場有人有其他意見的法條 就先跳過去跳過去 沒有意見的保留下來讓他通過 要不然我們委員會一事無成啦 我們本來就是委員會 為原則 不是每一條都送到院會 那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消防署在協調的時候 還不是協調得很好 有些看起來只是文藝上面不一樣 裡面的意思都差不多 那你每一人都會發言 你就是曠日廢時啊 你知道嗎 我聽起來幾乎都沒有啊 所有的委員都放過 我非常贊成劉委員的意見 因為你們是主管官署 你們自己要拿定你們的主意 因為你們非常清楚 我們今天在這裡審查 的目的就是要保障這些消防人員 跟救災人員 那如果每一條都保留 那我們今天開會要幹什麼 從早上講到現在就沒有用了 所以你們能不能請部長跟署長 我們很精準的 把這幾個條文裡面 確實要保障這些消防人員 救災人員 把他精準的文字弄出來 你們大家都不要再節外深知 這樣才能夠解決問題 好不好 不可以再保留我拜託 我們從20條之一來 文字讓他出來好不好 我們跟他一樣一模一樣 就是後面這個不用訂而已 那也沒差 那就是那個管碧琳委員的那個 那個實力跟鄭保慶 比較實力跟 他差不多 他後面很長 你們拿麥克風 來20條之一來 20條之一我想那個官委員的 比較精準啦 也比較簡潔啦 也能夠 事實上跟我們的意見是一樣 那個 當然 實在力量跟鄭保慶委員 他們的寫得也非常好 但是比較 比較 比較細膩 那細膩的話 反而在 處理上可能會 看線 部長你不用說了那麼多 你就跟我講 哪一個條文哪一個文字 管碧琳 管碧琳委員 管碧琳委員的版本 比較概跨性的認定啦 專業由消防署來處理啦 然後時代力量跟那個鄭保慶 他的就是條列式 可是條列式總是會掛一漏萬 所以我們建議採取管碧琳委員的版本 這樣好嗎 後來 對 那有關於 比較細節的這些文字 因為看起來也是蠻重要 還是說 如果不列在法條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另外 認定標準 管碧琳委員後面有 要說 對啊 因為他是標準 還是要送到那個立法院 那所以是不是還要認定之 那個後面的條文會有 會有啦 那我們現在速度加快 那個二十條 二十一條之一 我們就採管碧琳委 欸等一下 二十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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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採管碧琳委員的版本 那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就通過 然後再來就二十一條之一 來 部長 你們很簡潔 然後精準的來處理 欸基本上這個版本都參考 我們大概是不是用管碧琳的版本 然後不要寫第二項 就是 就是按照你備注的說明 對對對 你們這個備注你們都有嗎 各位委員 那個 那個 那個誰 對二十一條之一 之一 欸 張紅綠委員 你有這一本嗎 有齁 好 那我們現在看這一本齁好不好 我們看二十一條之一 我們就看他備注裡面 那個拿管委員的版本 然後 把內政部的修正意見 把它 在那個文字上做一點點修改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來再來 二十二條之一 來 有意見嗎 二十二條之一 跟前面那個是一樣的 它 他 他 他其實應該是二十一條之一 所以就沒有了齁 好 對 沒有 他其實跟前面是一樣的 好 一樣的齁 我們採徐毅仁委員的 蛤 那個沒有 那個寵物啊 不是 徐毅仁的內容其實他講的也是二十一條之一 他把他擺到這個二十三條來 其實 所以二十三條就沒有了 對 他其實已經規定了 好這沒有了齁 好來再來 二十七條 現在就跳到二十七條了嗎 二十六 二十六條 第四張張明 第四張張明 第四張張明那個等一下再講啦 先把條文弄好啦 條文不弄好 你根本就沒有完全沒有辦法 我們再來整理整理那個張戲啦 好不好 先把他完成啦 然後再來二十六條 就有楊正午委員的條文跟 洪忠義委員的條文 因為他把那個消防人員傷亡員加到火災 鑑定 因為那個這兩個是不一樣 這個應該是在二十七條處理 不要在二十六條 他們把他加在二十六條上面 所以這個暫時就不用 不是他不用 因為他的條文其實是在二十七條 我們就暫時不修正嘛 對不對 二十六不修正就修正二十七條 就不修正嘛 現在二十七就可以處理他兩個的問題 好 那27條 那個楊委員的二十六條 我們就不修正齁 然後我們走到二十七條 來 請說明 你們要直接說明嗎 你們要直接說明嗎 你們直接說明啦 就是幾個版本直接說明 這樣比較快 沒有再 差別人答 好 那 這個剛剛就是林主委委員說 他就是跟 用 比如跟管碧琳跟時代亮版本是一樣 不過他裡面加出一個要 因為那個文字我現在沒看到 他加一個要追究什麼 對 這不是講解案的 不會這樣 他有加一段文字啦 提出改善建議 那個部長 對不起 對不起 那個我會先 先那個 我先整理一下啦 我先不要就每一個文字文字 第一個就是說 他們對於火災的鑑定報告 他覺得說不能讓消防署的人自己 就自己關起門來就做鑑定報告 所以需要加入這個學者專家跟民間團體代表 那這個 部裡頭或署裡頭同不同意 第一個 你先等一下 我把你的意見先講完 然後第二個呢 我是覺得說要成立公共安全調查委員會 其實我是覺得 寓意是不錯啦 但是呢 如果隨便一個小火災 就要成立一個公共安全調查委員會 這樣不行啦 他只有死亡 只有死亡才 對 那你就是要定定說 譬如說我們那個交通事故 也有什麼A1事故 要把它定清楚 要不然小火災就這樣搞的話 不是所有的民間團體跟所有的學者專家 都那麼強啦 打航那樣寵 所以我的意思還是一樣 我不希望消防署在每一個文字上面 你把它逗點句點沒有 你到底要用什麼意思 然後我們文字上再來做修正 要不然一共有六七個版本啦 這樣子很難整合啦 我們是不是用死亡或重傷 這個定義就很明白了 這個 這個我猜一下齁 這個 這個就是我提26條的齁 這個 那個傷亡成因什麼 其實就是應該併到27條裡面一起考慮的 對 這樣子啊 所以剛26條不處理原因就是這樣 對 好 沒有關係好 來 因為的確就有關於公共事務要不要成立調查 我們會部分 應該說重大傷亡啦 對 因為舉例來說不只是亡 因為以傷來說的話 像你說像新北那個是吸引人受傷 都受傷 但那也是很大的 因為是化學藥劑的部分造成的嘛 所以我覺得也不能只有死亡啦 好 對啊 所以看文字上 可以怎麼樣來做修正 然後另外我覺得還有一個比較大差別 就是 因為在調查的部分 我們現在的調查會有一個阻力就碰到 如果說司法機關有介入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取得相關的一些文件跟資料 所以有沒有可能一樣就有加一條 才不會有碰到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那個 王委員的這個裡面也有 對 有提到這一部分 有提到這一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應該就是到底由誰來組成 是由中央還是由地方啦 應該由內政部 應該由內政部 中央主管機關來處理 內政部來處理 好 對 這樣子也等於是比 消防署又高一層了嘛 這樣就應該是 請你們把你們完整想要的文字寫出來 寫出來 那我們休息三分鐘 你們立刻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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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立刻寫了又一大堆 就所有委員的意見 你們完整寫出來 然後我們原則上還是要讓 通過一個案子 這樣子才不會 我們草野協商又再重新來一次 你們趕快寫喔 休息三分鐘 下一人就是重大傷亡 就是呂委員的重大傷亡 在哪裡啊 不是啦 不是你啦 不是你啦 沒有沒有 習大律師 不是你啦 來來我幫你算學啦 不要這樣啦 你們趕快去處理一下 你們趕快去處理一下 其實這樣看起來已經都OK啦 就按照規委員 就差別只是在有沒有 真的 我們很難刪啊 他們在說其他條文 我先說我那個災害防救法 我為什麼會這樣提 因為你們 你們消防法是處理消防人員 可是在一個災害之後 進入危險情境 有很多別的單位的人 所以才放在災害防救法裡面 別的單位 像我講那種公路種子 我們第一次棟了 他要去刷破 要去創車 很危險 還要三支半個 這個工作很危險 不是一般我們那種保險 不是那個那個那個 老委會主張什麼 你那個加班費 這樣就能處理的 你看那是很危險的工作 其實那個防法 其實我們也是要處理消防人員 對 所以災防法 所以我才主張 沒有錯 所以 所以災害防救法 對 但是我要說 自公是一種 那是自願性的 說我好意要去幫忙 有自願性的 但是也有公司行號 或國營事業的 在事業單位的人 他們也是冒著這個災害危險 除了一般的加班費之外 應該也要有適度的一個 你們現在說自願性的 你們是用便當 用物餐費的方式來 對啦 那是各縣市 有的比較少 像我們就 有的 我們一些重大災害 其實 你們開辦那個緊急 那個 中大災害應變中心的時候 其實沒有在分 這是中央管的地方管 大家都說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的建議文字 只有處理到自願性的 沒有處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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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你們三個月裡面再提 就變成又還要再修法一次 如果就可以 這是說文字上面啥各位來 我看內政部也接受 如果這樣做 嗯 嗯 仔細 對 因為 他媽媽 沒有第二箱是不是 這個不應該用這種方式 因為善款歸善款 那你公開 我們都 因為他很危險 因為他很興奮 要給人家的補貼 應該要有 應該要做結論 那你現在通過是有 對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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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條之一沒有 20條之一 我們現在在講21條之一 好嗎 OK 好 那讓他們來選 你有還是沒有 這個哪 這個哪 21條之一 你這個不要授權規定 欸 就管有緣那個嗎 按照那個 我剛剛就講21條之一 20條之一 後來是用管委的版本就有第二箱 對 21條之一是沒有 有 他後來有修正他的修正動議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啊 剛說是用我們這版本 剛21條之一 21條之一 剛主將說是用 對 對 所以是沒有第二箱 因為當時是要管委的版本 沒有第二箱 後來管委有看到說 二五第二箱 他把第二箱寫進去 對 所以應該要有第二箱嗎 二十 二十條之一 沒有第二箱 當時講出沒有 但是 但是二十條之一 可是剛剛就在講說他起的那些細節變成什麼 就變都沒有 講這個 其實 對啦 二十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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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要不要加一個說定定資 好不好 加一個定定資 要不然 不是 因為現在有一份是在工廠管理負擔法在訂 他有訂那個圖跟機械配置 那在別的法案不在我們的法案裡面 他那個圖現在是工廠管理負擔法 他有要求他要訂 他要申報 他 土資不在我們這裡 對啦 我們在裡面訂就把他做 這個圖不要洗 像主管機關 像其他的主管機關來調取這些資料的 好 你現在還說這個 還在讓我們提一下 因為剛剛有通過是按照 對按照二十條之一 二十條之一 對 按照您的 對 那按照我們的其實是比較 沒有那個東西也不會不周延 反而會更周延 因為別的單位的那些像工廠管理負擔法什麼那些經濟部落 我們反而通通會包括在內 我們訂我們外套去訂也不會 所以其實那個沒差 那沒差 因為事實上他還是會做 好了嗎 好嗎 來來來 拿過來 差不多了 那個 部長順便請問你 剛剛講到二十一條之一的時候 你們是要照表格這個 二十一條之一嗎 二十一條之一 二十一條之一嗎 那二十條之一 那二十條之一啦 二十條之一照管閉靈 沒有 照這個修正條文啊 他現在變不是按照管閉靈 沒有第二項 他現在沒有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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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按照這個啊 沒有錯啊 對啊 對啊沒有錯啦 二十一是按照管閉靈 這個 對啊沒有錯啦 我剛剛有聽到啦 是這樣沒錯 但是照管閉靈是沒有第二項的管閉靈 對 管閉靈後面都有令定之耶 對啦 那你到底有沒有令定之 對啦 我跟你講喔 那你到底有沒有令定之 謝謝 那再重唸一次來 二十條之一對不對 二十條之一就是按照內政部 在這個備註欄修改的文字 然後二十一條之一也是按照內政部 在這個備註欄修改的 欸你們兩個意見要一致 我發現你們兩個也常常打結啊 好 你不要再多說話 我們已經都同意你們的那個 對 好 來你現在的文字拿出來啦 對 對 那那個魯斯靠喔 說話你不知道 來 那二十七條之 二十七條 來 二十七條就 好 不用重寫啦 八分都一樣 就加兩個字而已啊 是嗎 都一樣啊 都一樣啦 不要 這一個用那個 要做不完 一笑 從不完 沒要從 換你 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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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安全 還要給他多 那多 這個上次 張委員的時候 他看他自己發生 OK 後面 什麼 我對 我們要加上 不是要加上那個民主委員的意見 好 讓我把他重操了 好 不管我是那個部份 我把它弄好就好 那我弄好了我就沒有責任 要不然的話我沿這個基本都做 現在就有了 我要去會刊 那可以先講43點 黑漬的地方 提出搶救災害改善建議事項 這一段是有道理的 最終這一個 加到那個製作事故 在這裡 把這一段的文字加到 把他加進去寫下的給我 在這裡 他也可以 確定 好了嗎 我現在還沒想到 那一句話就讓人家報警 一句話 沒有啦 那一句話報警 蘇貝公的問題 這樣做就好了 請部長念一下 文字印給我們的委員好嗎 寫好的文字 我是不是 那個部長你念一下 我先念一下再一句話 那像委員會報告 甚至我們 27條就改為說 第一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聘請 有關單位代表及學者專家 設火災鑑定委員會 調查鑑定火災原因 其組織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第二項 為調查消防人原因搶救災害 自發生重大傷亡事故之原因 應召開公共安全事故調查委員會 事故調查會 聘請相關學者 專家與團體代表 擔任調查委員 製作事故原因調查報告 提出搶救災害 改善建議事項 即追蹤改善建議事項的執行 第三項 公共安全事故調查會 為執行業務所需 得向有關機關機構 括號 調閱或要求法人團體 個人提供資料或文件 調閱之資料或文件 業經司法機關或監察院 先為調取時 應敘明理由並提供副本 如有正當理由無法提出副本者 應提出已被他機關調取之證明 第四項 第二項公共安全事故調查會 由內政部組成之 調查會是組成委員之資格條件 臨併方式相關處理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由中央 由內政部定之 其委員 並應具有消防人員工作權益相關團體 推派之代表 我能不能先提供 先請問一下 委員會變會的原因是什麼 就委員會就是組成委員會 那我們一個所謂調查 蛤 不是啊 當然是你那個調查會會不知道是什麼 不是第一項有委員會 還是委員會 應該是委員會 前面是火調的 火調的鑑定 跟後面的那個不一樣 這應該是組成調查委員會 不好意思 人事總署是不是跟委員做個報告 就是 現在依照中央組織基準法 因為這個 這個會是要由 內政部會同 那個在訪辦公室 來組成嘛 所以 要依照中央組織基準法的規定 現在委員會這樣子 這個 這個名稱是由 就是中央的二級機關 或者是獨立機關 來使用這個名稱 所以現在 如果屬於任務編組的話 都已經改成 都拿掉委員會了 對 現在不叫委員會 對 現在一般都是調查小組 或調查會 不能有委員 對對對 好吧 那這個 是我們中央那邊的用子 那就調查會 OK 那另外但是對於說 那後面最後一項 內政部 你們把會同行政院在 那個防救辦公室把它刪掉 但是我覺得說 因為公共安全事故調查 有時候會牽涉到 跨部會的部分 所以我建議會同行政院 在防救辦公室還是要留著 OK 沒問題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一樣的意見 因為他這個 我有兩個問題 我先把問題先講一下 第一個那個火調會 跟那個公安調查會 到底哪一個權責會比較高 火調會它具有這個 刑事認定上面的一個 比如說誰縱火 然後你在公共安全事故委員會 看起來是每個團體來代表意見 提出建議 所以哪一個的位階會比較高 其實齁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林委員提到說 跟災救防救辦公室組成這個委員會 第一個 災救防救辦公室 它其實只是一個行政上面的一個 他在路邊組 對對對 他根本不具備有這個專業的職能 更何況如果公共安全 假設火災的公共安全 以後可能涉及到非安 譬如說火人去災 要發行災災 那你也不是找行政院的災救 辦公室 應該是由內政部跟其他的相關 包括你說交通部啦 或是內政部 那個經濟部啦 這些在組成 而不是這樣子的一個行政機關 找行政人員來開會 所以我現在有兩個問題 要拜託部長 或者是署長 那 第一個問題就是火災 火災鑑定會 跟我們現在的公共安全調查會 這兩個其實火災鑑定會是 出來的東西是要給 司法機關檢察官他們當 就像那個 跟那個 行車造勢監定委員會一樣 那事實上他也 還是不能夠拘束 那個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還是有他的那個 證據的取責權 那我們後面這個公共安全 是針對 我們消防人員的重大傷亡 那針對重大傷亡是給我們行政機關 跟我們來做檢討 以後行政措施檢討 然後包括消防人員他們的訓練 器材裝備等等的一個建議 兩個獨立是不一樣的 這兩個是不太一樣的 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按照你的意思 那個有按照你的意思 然後呢 另外就是 因為本來我是想做災防辦 是因為他也是在協調各個救災單位 但是如果劉委員這種講法也是對 我們如果說就要改為說 會同其他相關部會 來組成之這樣我們也沒有意見 因為有可能有 因為反正這個調查會 每次會根據不同的事情去組成 對 所以如果說他跟其他部會相關 就把那個部會納起來是OK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剛才不在 重大傷亡 那何謂重大 重大傷亡 刑法還是有定義 第十項有定義 不是啊 那你可以說明一下 勞基法 像以前那個 那個都有定義對 沒沒有 他會與時俱進的 以前喔 是說 致死 致 重傷還是什麼的 你可不可以現在告訴我們來法制單位來 欸法制單位來 欸法制單位來 欸 告訴我們什麼叫重大 其他地方叫什麼叫重大 如果按照我們原本這個傷亡事故這樣 你是覺得怎樣 會服 不是不是 因為剛剛劉委員有提到 就是有 一有人受傷就要成立 一有人受傷就要成立 因為傷亡是包括傷 他去撞到啦 去撞到啦 是說喔 稍微燙傷或怎麼樣 只要任何傷通通要成立 那這樣子的話會 這個整個運作會 很麻煩 也會很累贅啦 所以我們 照理講是說 也的確是說 比較大的事故才需要 像這種小 有一些進去 譬如說 他剛才去撞到 撞到一天 一星期還是兩三天就好了 這也要成立 因為傷亡就要成立 那傷就一定要成立 會產生這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加個重大 就是說我們把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把那個重大 框框一下 再那個說明一下 像那個我們在勞動法令裡面 重傷跟死亡 還有在那個執災 欸我們可以比照 那個職業安全衛生法裡面 也有重大 可以啊可以啊 以前好像是要 住院 現在好像打住院就要了 但是住院還是有重大的那個 有打住院 還是有 所以我們還是要討論一下什麼是重大 快點 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 因為我沒有 拿來我看一下 因為在我們概念裡面很清楚 那個 這個 跟主席報告一下 那個 那個 主席 因為剛才好像二十跟二十 二十之一 跟二十一之一 都是用內政部的版本嗎 那 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實在像黨團這邊可能會堅持我們的版本 不過 你這樣 有可能一起送出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可能協商的時候會再拿出來 我們 我們態度是保留啦 雖然我不是委員會的成員 不過 這邊 如果沒有做一點整合的話 那顯然帶草委員會再重新再討論一次 因為 我們還是會再拿出來 還是會有這個效果 會拿出來但是 盡量把這個討論的時間 減少 我懂啦 我懂 對不起 好 跟主席報告 好 我知道 謝謝 來 二十七條 文字快 剛剛找到了 有沒有找到 來 用那個手機Google一下 他這個 那個 執災預防法 執政安全衛生法 第三十七條 是講說 發生職業災害 必須要通報 必須要通報 有下面狀況 一個是發生死亡 一個是 災害 即是離災人數三人以上 那一種是發生災害的離災人數 在一人以上前 需要住院治療 就是說 如果是 達到要一個人的話 是住院治療 或者是沒有住 有三個人以上 同時受傷 或者是有死亡的話 這樣子 就必須要通報 這樣子 他們列為重大 列為重大 我們可以參考 他就是列為重大 有時候這樣 他一受傷 馬上就送去醫院 看起來住一個晚上 觀察 住院 這個算不算住 這個就很頭痛 對阿所以這個 我們在講重大 事實上我們 就不要把他定得很死 但是我們會 因為如果 如果有像這種 三個人以上這種狀況 我想 這個 馬上 立法院 我們立委什麼 馬上會知道 這不可能說就不送 那是不是發生死亡一定是這種 那死亡一定是要送 然後離災人數 重傷一定要送 這個 離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那這樣算不算 受傷三人 受傷三人以上 這個如果一次受傷三人 一次如果受傷三人的話 應該 應該也算 參考那個 參考那個 參考我們職業安全衛傷法 第三十七條 看他受傷的三個人 沒有要達到住院標準 達到那個標準 你如果說三個人都小小的傷 當然都沒有住院 那就不必了 都回去了 所以我們就說職業安全衛生法裡面 離災 離災有離災的標準 我們都要參考他 先不要把他定得很死 到時候我們在辦法 對我們辦法裡面也可以定 好我們想一下 因為即便出委員會 我們在協商的時候 也可以再跟我們理想 因為那個調查會接下來還會有辦法 那辦法我們再來定 再來把他講得清楚一點 這樣好了 這樣好齁 好 好那二十七條就先通過齁 好那再接下來 二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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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你們 先保留一下 你選擇先保留對不對 沒有他這個是跟前面 應該是一樣的問題 二十七條之一 沒有他這個是跟前面 但是二十六二十七都他這個在前面 裡面處理他就是 意思說只是消防機關為調查消防人員 因為這真是 他講的是 縣市消防人員調查那傷防原因 那我們傷防原因 那我們傷防原因還是有我們 所以二十七支 這應該是不用了 對對對 不處理齁 那不處理齁 那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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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然後三十條是 本姑娘的 對 你有什麼意見嗎 三十條 三十條這個 我們謝謝黃委員來提 這樣子版本 那我們現在這個方向 我們朝了就是 讓他一體適用 我們會把那一個 依其本職身份請領 這個都把他拿掉 齁 那連後面那個普查爾那個都拿掉 我們想說按照這個方式來一條 所以到最後 目前跟我們版本 我們有第一個版本 你們有沒有辦個委員坐在那裡 我要怎麼主持會議啊 蛤 你也幫幫忙 這條最重要的 年輕的 請坐坐好不好 你請坐坐啦 把三十條這條最重要的給過一下 好不好 來那個你們 好啦去叫他們輪子的快來 來 三十條這樣子好不好 是 那個林俗委員 這樣子我先採一下齁 三十條大概是 我提的那個意見 就是針對上市那個 消防人員 後來又被追撫續軍的問題齁 那我看了一下 後面內政部又寫了幾個文字 我們請內政部把那些文字 寫得更完整拿出來 這樣好不好 好 那我們 我是就我們版本來報告了好不好齁 好 就謝謝黃委員來針對這個的提醒 還有提出個版本出來 那我們現在的版本 最跟黃委員比較不一樣就是說 我們把原來的那一個 黃委員提的那個第一項 衣其本職身分 請領各項幾個 這個我們把它拿掉 我們想說讓將來 這依照三十條所領的撫續軍 跟其他完全沒有這些差額的 扣底的問題 我們把這個徹底把它拿掉 把它拿掉 把它拿掉了 對我們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就是不管任何身分 將來通通在這個地方都可以領了 對就把它拿掉 所以那後面這個傷病 這個激素 這個都是一樣 沒有變齁 沒有變齁 那後面的部分 它原來有一個要扣除其差額 在黃委員這邊也有 在富山三葉這個地方 那我們這個因為那個 本職身分那個沒有 所以差額這個也拿掉 也沒有 那這兩個一拿掉之後 所有都 所有生分都適用之下 就OK 所以我今天用我們的版本來 好好好 好一題適用齁 來江綺成委員請坐 剛好講到你的條文 27條是不是應該這樣才是 應該是照林淑芬委員的修正動議去修正的吧 林淑芬委員的修正動議在哪裡 不是啦 有啊 都唸過了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修正的 決議應該是照林淑芬委員的修正動議去修正的啊 因為要放進去後面那兩行啊 那是27條啊 沒有我現在在講30條咧 對啦 你說剛才27條好 沒關係 27條應該是照我的修正動議下面去修正 好 內政部你就同意他的那個 好 OKOKOK 反正你把修正動議下面就好了 好 那他沒贏 不知道啊 就修正動議下面就好了 對 那30條 30條也 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不好 好來再來 再來 30條過了 30條 再來是30 32 31條 沒有 3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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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是那個身心障礙那個名詞的修正啊 這個沒問題啦 對 這個通過 對 然後再來 36條 36條 好 我們基本上是一樣 不過我們這個有跟相關部位協商過 黃暴火警災害人命救助緊急救護無辜 我們把它寫得比較詳細 那我今天是不是同意我們的版本 因為這過去有一些救災 好 他在你們修正版本通過 是是是 好 謝謝 然後再來36條 完了齁 呃 40條 來你們講一下快點 好 第40條是搭配前面的處罰 然後我們就是說 其實一樣我們文字有稍微調而已 按照此的修正文字齁 那42條來 42條 42條 這個因為前面那個15條那個保留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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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是在前面的圖 這個暫時就不處理啦 是是是 站不處理齁好不好 對是一樣的嘛 42之2也是站不處理好不好 不過他這個是圖字的提供 他前面已經已經有已經有討論過 他其實他他要提處理的問題在前面 我們那個21條之一那個 圖字的提供已經有寫 他他把他寫在這個地方來了 嘿 這個沒有關係就不用了 沒關係是是是 這個就暫時不需要了 OK 不需要了對 那42之2也沒有了嗎 欸 42之2因為前面的保留 那個前面都沒有討論這個 對我們就保留 一樣保留嘛 就不處理嘛 好不好 好 42之2不處理 然後42之3 就是 有一些罰款的問題 這個也是 也是跟前面12 15之2搭配 這個也是要保留 這個不處理 好那就結束了 沒有還有最重要的 43條之1處罰的 有嗎 43條之1 好43條之1來來來來 就跟21條之1那個搭配去處罰的 那這個處罰 處罰OK嗎 OK 但是我們最早版本有行政法跟刑事法 後來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就是說刑事法的部分 資料沒有提供 然後他是刑法業務過世的加重處罰 那就按照你們的修正條文下去 我們用行政法就不用刑事法 刑事法用業務過世 我知道 我知道 好我們就按照修正條文齁 好 那就結束了 張明 張明沒有意見嗎齁 好 來再來 張明沒有意見啊 他就不要調 你就管他的 他就不要調 你一定叫人家調 就不處理了 他就不要調啊 好 好OK 那就這樣子 來 不用 站保的就不要 好 來再來是另外一個案子 是 來來來 進入災訪法 來 如果蔡娃娃他們還沒來 我們先把那個蝦娃娃這個先念完啦 好不好 是喔 對啊 好 47條來 蔡娃娃來 拿出來 來來來 沒有沒有其他我們今天沒有處理 就 我們只就 我們其他的沒有處理 就就那個 來 47條齁 蔡娃娃現在講蔡娃娃 第12條不處理嘛齁 是 16條不處理嘛 18條不處理 43條不處理 然後咧 欸 這翻過來就47條 我們就就討論第47條來 來請江啟程委員來 我這邊就照我這個 看大家沒有意見啦 來 按照江啟程委員 來內政部講齁 是是 按照江啟程委 現在有三個版本 一個江委員的 一個蕭美琴的 一個洗俗法的 你看這三個的條文裡面 你們把他怎麼調整 是 會比較OK 好跟主席跟各位報告 我們想法是說把那個本質身份把它拿掉 還有補差額那個拿掉 讓他一體適用齁 就不要 一體適用 這個的服務性通常都可以發佈 所以就是按照備注欄裡面的說明 來寫這個條文 對 好 另外那個蕭文 有一個要發給今天那個 那個 那個主席 我們就用主席 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那結束 這樣子 再找一個委員來 沒有委員等一下怎麼唸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還要不然 你怎麼會這樣 都很重要 不然就散會 好 我來那些新法案 沒有 沒有 你什麼 他有一些意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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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一個委員來 那個智傑 那個智傑委員兩個中選會 嗯 他的負貸決議沒出 對啊 客長 客長 你的負貸決議要拿來啊 再訪法的啊 我再考差不多12點也考不完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 他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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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請求沒辦法來 這個 好 來 這也是要用啊 這也是 阿三位導演 欸 他叫我丁國阿鐵爺 他不是阿三在導演 阿三在導演 是 阿三 阿三 拜託一下 明天可以選新聞的 新總選委員 拜託一下 我跟妳選新聞是沒關係啦 但是 現在 妳就知道長得是為了這個齁 阿強妳跟我們亂語 妳知道嗎 拜託一下 我知道 我跟他講 完全照他 我就完全照他的 後來 後來 完全照他的 反正這個到最後他 反正再去弄 下委員來啊 那個委員不來等一下沒有辦法處理啊 大家都說很重要 今天不是我輪職的 你自己說要通過 你剛才講那麼多 我讓你講那麼多話 我讓你講那麼多話 你還要走嗎 今天不是我輪職的 好 他不是內政呢 再另外一張 再另外一張 沒關係 謝謝你這一段 好先讀 那我們先讀協商結論 做以下處理 消防法不問條文 他要先讀 他要先讀 你們剛有做決議47條的決議處理模式嗎 有有有 已經有 然後那個消防署 把那個拿給蕭美琴委員 我們剛才的那個 來處理模式 那請先讀協商結論 那個請蕭美琴委員 因為你們如果照 照那個那個 內政部的文字建議的方式 沒辦法處理我們主決議的內容 你等一下齁 我讓他先讀協商結論 請內政部跟消防署 去跟蕭美琴委員溝通 看怎麼樣處理好 謝謝 消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吳其民等18人提案第五條 照案通過 委員賴瑞龍等18人提案 委員徐鈺人等16人提案 委員林維州等17人提案 第十五條修正為公共危險物品 及可燃性高壓氣體 應依其容器裝載及搬運方法 進行安全搬運打管制量時 應在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 以安全方法進行儲存或處理 前向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範圍 及分類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之位置構造 及設備之設置標準 儲存處理及搬運之安全管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 匯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但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製造 儲存處理或搬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另定有安全管理規定者 依其規定辦理職務涉及第一項鎖定場所之行為人 或經營家用液體石油器零售事業者 以下簡稱零售業者用戶及其員工 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序名事實或檢據證據資料 舉發違反前二項之行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對前項舉發人之身份應於保密 第三項舉發人之單位主管 雇主不得因其舉發行為 而予以解雇、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第三項舉發內容 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還者 得以實收罰還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 提充獎金獎勵舉發人 前項舉發人獎勵資格 獎金提充比例分配方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郭正亮等17人提案第15條之五 委員吳玉坤等19人提案第15條 第15條之二 委員賴瑞隆等18人提案第15條之二 軍不予處理 軍不予處理 第十九條 照內政 親民黨黨團提案第十九條 照內政部建議修正文字 修正文字為 消防人員應緊急救護 搶救火災 對人民之土地 建築物 車輛及其他物品 非使用損壞或限制其使用 不能達緊急救護 及搶救之目的時 得進入使用損壞或限制其使用 人民應前向土地 建築物 車輛或其他物品之使用損壞或限制使用 至其財產遭受特別犧牲之損失時 得請求補償 但應可規則於該人民之室友者 不予補償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20條之一 委員鄭寶欽等17人提案第20條之一 委員管碧琳等三人 修正動議第20條之一 照內政部提案文字通過 文字為第20條之一 現場各級搶救人員 應於救災安全 安全之前提下 橫著搶救目的與救災風險後 採取適當之搶救作為 如現場無人命危害之餘 得不執行危險性救災行動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21條之一 委員鄭寶欽等17人提案第22條之一 委員吳坤玉等21人提案第21條之一 消防指揮人員 為搶救工廠火災 得命工廠管理權人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 位置平面配置圖 及搶救必要資訊 二指派專人至現場協助救災 來 委員許玉仁等16人提案第23條 不予處理 第四張張明 不予處理維持現行法張明 第26條 委員楊正武等16人提案第26條 委員洪忠義等21人提案第26條 委員吳坤玉等21人提案第27條之一 不予處理維持現行法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27條 委員楊正武等16人提案第27條 委員洪忠義等21人提案第27條 委員鄭寶欽等17人提案第27條 委員吳坤玉等21人提案第27條之二 委員管碧玲等3人修正動議第27條 照林淑芬委員等3人所提第27條修正動議通過 委員黃昭順等16人提案第30條 委員江啟成等20人提案第30條 照內政部建議文字通過 文字為第30條 一本法參加編組人員 應接受訓練演習服刑 至患病受傷身心障礙或死亡者 一下列規定辦理 一傷病者得憑消防機關出具證明 至指定之公立醫院或特約醫院治療 但情況危機者得先送其他醫療機構急救 二因傷至身心障礙者 依下列規定給予一次身心障礙給付 一急重度與重度身心障礙者36個基數 二中度身心障礙者18個基數 三輕度身心障礙者8個基數 三死亡者給予一次撫恤金90個基數 四因傷病或身心障礙死亡者 依前款規定補足一次撫恤金基數 前項基數之計算 以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 年供奉最高級月之奉額為準 第一項身心障礙鑑定作業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辦理 第一項所需費用由消防機關報警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發 委員黃秀芳等24人提案第32條照案通過 委員林德福等19人提案第36條 委員許玉仁等提案第36條 照內政部建議文字通過 第36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儲新台幣3000元以上 15000元罰還 1. 謊暴火災災害人命救助緊急救護 或無故撥打消防機關報警電話 2. 不聽從消防機關 1. 第19條第一項第20條 或第23條規定所為之處置 3. 拒絕消防機關 第31條規定所為調度運用 4. 妨礙第34條第一項設備之使用 4. 委員羅志正等18人提案第40條 4. 照內政部建議文字通過 4. 委員許玉仁等16人提案第42條 4. 不予處理 4. 委員林維州等17人提案第42條 4. 不予修正 4. 委員郭正亮等17人提案第42條 4. 不予修正 4. 委員吳坤玉等19人提案第42條 4. 不予修正 4. 委員賴瑞龍等18人提案第42條 4. 不予修正 4. 委員賴瑞龍等18人提案第42條 4. 不予修正 4.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43條 4. 委員鄭寶欽等17人提案第43條 4. 委員吳玉坤等21人提案第43條 4. 委員管碧玲等3人修正動議 4. 照內政部建議文字通過 4. 文字為第43條之一 4. 違反第21條之一 4. 第一款規定 4. 工廠管理全人 5. 為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 5. 位置平面配置圖 5. 及搶救必要資訊 5. 或提供資訊內容虛偽不實者 5. 除管理全人新台幣3萬元以上 6. 以下罰還 5. 違反第21條之一 5. 第二款規定 5. 工廠管理全人 5. 為指派專人至現場協助救災者 5. 處管理全人新台幣50萬元以上 150萬元以下罰還 5. 災害防救法 5. 災害防救法 5. 災害防救法 5. 個案文字 5. 徐舒華委員提案 5. 第十二條 5. 第十六條 5. 第十八條 5. 及第四十三條 5. 均不予處理 5. 許舒華委員等 6人提案第四十七條 6. 江啟成委員等 6人提案第四十七條 6. 蕭美琴委員等 6人提案第四十七條 6. 照內政部建議文字通過 6. 文字為第四十七條 6. 執行本法災害防救事項人員 6. 得發給津貼 6. 如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 6. 依下列規定勤領給付 7. 其所需費用由政府編列預算致印 7. 傷病者得憑各該政府出具證明 7. 至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治療 8. 但情況危機者得先送其他醫療機構急救 2. 因傷病至身心障礙者 1. 下列規定給予一次身心障礙給付 1. 重度身心障礙以上者36個基數 2. 中度身心障礙者18個基數 3. 輕度身心障礙者8個基數 3. 死亡者給予一次撫恤經90個基數 4. 因傷病或身心障礙死亡者 1. 前款規定補足一次撫恤經激數 前項基數之計算 以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年供奉 最高級月之奉額為準 1. 身心障礙等級鑑定 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 及相關規定辦理 1. 所需費用由各該政府核發 2. 宣諾完畢 2. 宣諾完畢 宣諾 宣諾 你有什麼事 我就是21212127 還有4321可以保留 我這樣處理好不好 你聽我說 我們現在可能參與消防人員跟救難人員 直接影響到他們權益的部分 就是只有消防法的30條 以及災防法的第47條 我們能不能 我這樣試著這樣處理 我們能不能把30條跟47條抽出來 就是抽出來 然後先我們處理這個部分 然後其他的部分 包括所有保留的條文等等 我們送朝野協商 這樣大家有同意嗎 應該這樣子是OK的 有的不協商有的協商 對對對 我再講一次好不好 消防法部門條文修正條文 跟災防法部門條文的修正條文 因為那個條文當中 有很多的條文 我們都還要在協商 但是消防法的第30條 以及消防法的第47條 是我們今天我們今天直接就是為了消防人員 以及在搶救人員 所有他們的一些補救措施的權益 所以本習具體做建議 我們是不是在這些條文裡面 就是消防法跟災防法裡面的第30條跟第47條 我們這一次把它抽出來處理 不必送朝野協商 那其他的我們送朝野協商來處理 主席 主席你講的部分 我大部分都會同意 尤其那個主席所關心的這個30條跟47條 的部分不需協商 但是其他的委員的部分 有一些不需協商的 如果不需協商的話 是不是也列為不需協商 那其他的話就是令定協商 好謝謝 那謝謝劉委員的意見 那我就給你參考一下 可以OK 我想就是不需要經過協商的條文 我們這一次就 喔 對不起 不需經過協商的條文 我們請他們都整理出來 那我們就這次就通過 我們也就不用在朝野協商 那麼其他保留的跟朝野協商的部分 我們就另外再安排朝野協商的時間來處理 這樣好不好 好 那麼我們本案在不需朝野協商的部分 就是不需朝野協商的部分 在宴會討論的時候 由指派哪位委員來做補充說明 好那就本人 就是下辦法跟災害的話 那其他的我們就嚴厲再辦理好不好 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是調次跟眼影條文的調次 授權意識人員來調整 剛才林昌作委員送來的資料 我有送給那個議事主 這樣可以了嗎 好可以 那我們今天的會議 還有嗎 還有一個附帶決議 先讀了沒有 來請先讀 附帶決議第一案 黃昭順委員 鄭天才委員 林一華委員 蕭美琴委員 提案 鑑於災害發生時鐵路公路公用器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等公共設施防救人員為了公共利益必須加班出勤 藏有人身安全之餘進行災害防救工作 為保障及慰藏此類人員於危險環境下之辛勞 要求內政部應增列額外給付災害防救出勤津貼 附帶決議第二案 委員黃昭順 鄭天才 林一華 蕭美琴等提議 一 有關執行災害防救事項發給津貼人員 應包含機關購 公共事業 學校 團體 公司 商業 有限合伙等非公務人員 二 本條修正草案發給津貼之程序方式及標準 請內政部於三個月內 召集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 研提具體可行法條修正 宣度完畢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主席我沒有意見 但是要求內政部應該增列這個額外的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要按照規定 你不能包刷包海 所以應該這兩個附帶決議是合在一起看才對 不必定 那部長你說明 對 講兩支應依法增列 那好 跟趙偉跟各位委員來做個報告 第一個附帶決議裡面提到 那個要求內政部應增列額外給付 這個要求是不是我改為建議 是或建請 或者改為建請 那這樣子就也比較不會有什麼增加 我們修改好不好 那就修改 那第二個我們就沒有意見我們來著急來處理好不好 好 再補充一下好不好 好再補充好 對 第一個就是說有關油料管線書店其他的部會啦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內政部在三個月之內我們會 召集相關部會 這是另外一個案子不一樣 這兩個案子不一樣 沒關係我想剛才因為蕭美群委員在質詢的時候特別要提到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發生很多的意外 大概當下我們都會討論 可是多一段時間我沒有忘記 所以我比較希望比較短的時間內把它檢討出來好不好 好應該沒有問題嘛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那再來還有事嗎 沒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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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就謝謝 好謝謝謝謝各位委員大家辛苦那今天的會就到此結束現在上會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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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就不用協商了啊 我們不用協商當然是就不協商的 其他的也送付費 他又是兩個審查報告 一個是不協商的審查報告 對對對一個是不協商的一個審查報告 一個是協商的審查報告 我就不想還你阿 為什麼不還我 羅智鎮的那個 那你勾一下好了,就這六案,黃秀芳、雲德福、吳奇銘 六案,吳奇銘的、黃秀芳、黃昭順、江啟城、羅智鎮 江法32條,應該也是沒有,不需要協商 江法32條,不用協商 對對對對,招案通過的都沒有協商 十二有,十二、十四、十七 十七,會吧,十七 他的當地是整齊,十一大堆西 二、三、六,十二、十四、十七,不需要協商 而且是十四、十七病,其他的都沒病,都單獨 沒有病一個案,病在一起 就等於兩個審查報告 分兩包 對,分兩包 那審視呢 對,如果說你那個現在表面上不協商